对了,你的青梅来找我了 叶军伯一脸黑线 声音都带上了几分的严厉 秦秦,赵叔不是我的青梅 我和赵叔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们都不知道真相 胡说八道的,都是楚义那张嘴 他得找楚义算账 正在上班的楚义,猛打喷嚏 赵叔找你麻烦了吗 叶军伯不承认赵叔是他的青梅 却了解赵叔 赵叔心高气懊 打小就有很多男孩子围着他打转 把他宠得以为天底下所有男人都会喜欢他 他不喜欢 赵叔知道沐琴的存在后 要是什么都不做 太阳都能从西边升起来 一来就给我一巴掌 叶军伯咬牙切齿 他敢打你 我剁了他的手 沐琴吓了一跳 忙道,我给自己报仇了 我这个人不记仇 因为有仇都当场报了 我回敬他的那巴掌比他力道众多了 他走的时候 红肿着半边脸 要不是上面印着鲜明的手指印 别人会以为他塞性严 叶军伯听说他回敬了赵叔一巴掌后 心疼地问他 可有把手打痛 沐琴,他写在小说里的桥段 竟然发生在他身上 叶军伯该不会看过他写的小说 学习他小说里的男主泡妞技能吧 沐琴仅是想着就神色怪异 后悔让叶军伯知道他的兼职了 赵叔后颜无耻 皮粗肉厚地 打了他 会把你的手打痛 以后 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做 沐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有客人来了 我先忙 沐琴找了个借口结束通话 杨夕笑眯眯地看着他 想笑就笑吧 我已经在笑了 沐琴,损友 幸灾乐祸 我这是羡慕的笑容 你看看你轻轻松松 就找了个扩哨当老公 别人做梦都不敢想呢 我羡慕呀 极度恨呀 沐琴,我信你 太阳从西边升起来 杨夕哈哈地笑 很快 两个人就没有时间笑了 因为他们店里的电话 接二连三地响 都是顾客下单 打包多少杯咖啡 买多少盒点信 一下子 大家都忙了起来 订单几乎都是来自风传集团 负责送咖啡和点信的人 自然是沐琴 为什么要我去 我可是老板爷 沐琴嘀嘀咕咕地抱怨 最后 还得骑上了电动车 用一只大筐 把打包好的咖啡和点信 放在筐里 摆得满满当当的 给你机会去见你家男人 你就偷着乐把 杨夕不客气地 把好友推出门 赶紧地 给我送外卖去 今天生意火爆呀 哪怕都是外卖 大量大呀 还有人亲自过来拿的 风传集团的总部 离随缘咖啡厅 不算很远吗 沐琴嘴上抱怨 动作倒是很快 跨上电动车 载着一筐 打包好的咖啡和点信 前往风传集团 到了风传集团 值班保安看到沐琴 那是两眼放光 看得沐琴心下惶恐 严重怀疑自己 即将进入狼窝 极有可能会被狼分尸 好怕 才怪 沐琴就在值班保安 放光的眼神下 骑着电动车 当着一个尽职尽责的外卖员 他按照订单 把众人买的咖啡和点信 一一送到他们的手里 最后一杯咖啡和一盒点信 写着的却是叶君伯的名字 君伯哥也点了咖啡和点信嘛 在店里忙得晕头撞向的沐琴 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呢 怪不得杨夕他们坚持要他送外卖 来都来了 所有人都送到了他们的手里 君伯哥的总不能扔了吧 沐琴硬着头皮 坐着电梯直上顶楼 给他家男人送咖啡去 沐小姐 唐秘书看到沐琴 忙起身相迎 叶总还没有对外公布 他和沐琴的关系 唐秘书不敢贸然改称呼 他带领着沐琴 走到总裁办公室面前 沐小姐 我们叶总在里面 你敲一下门就可以进去了 谢谢唐秘书 沐琴心里紧张 面上不显 谢过了唐秘书后 他敲门 进来 唐秘书朝他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温生说道 沐小姐 请进 谢谢 沐琴一手提着打包好的 那杯咖啡以及一盒点心 一手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走了进去 唐秘书在他进去后 马上把办公室门关上 掏笑 沐琴进了办公室 一眼便看到了 坐在半月形办公桌内的叶军博 办公桌上有着小山高的文件 需要叶军博处理的 他翻看着文件 偶尔还会用用电脑 或者看看手机 认真工作的样子 特别的帅 沐琴看得有点入迷 像叶军博这种男人 很容易就勾走女孩子的芳心 爱上他 其实很容易 走过去的步伐 沐琴很小心 生怕自己惊扰了叶军博 走到办公桌前后 他把那杯咖啡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连同那盒点心 他这个动作总算引起了叶军博的注意 他抬头 恰好对上他偷看他的视线 夫妻俩隔着一张办公桌 四目相对 秦秦 你怎么来了 叶军博惊喜地问道 沐琴听出了问题所在 他本想问他的 话到嘴边又改了个意思 说道 我给你们公司的职员送外卖 顺便也给你送了一杯咖啡和一盒点信过来 文言 叶军博更是大喜 他起身绕出了办公桌 伸手想拉若晴 嘴上说道 秦秦 这边坐 沐琴闭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被他抓住了手 不由分说被他带到了沙发前坐下 叶军不按他坐下后就走开 一会儿后 沐琴的面前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灵嘴 看了他目瞪口呆 这不是疯传集团的总裁办公室吗 声声给他一种小卖部的感觉 不 是超市 其实意思一样 他随便看两眼那些灵嘴 赫然发现都是他平时爱吃的 他 怎么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这么多他爱吃的灵嘴 他能未卜先知 知道他早晚都会来他的办公室报道 沐琴忽然觉得自己对叶军博一点都不了解 他不是一本书 翻开就能看到新内容 他 是深谈 水深不可测 他这样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把他看透 温厚的大掌附上了他的一边脸 恰好是被赵叔打过的那边脸 琴琴 还痛吗 叶军博低沉地问着 炎帝有着怒火在跳跃 赵叔感动他的琴琴 以为他叶军博不打女人吗 他是不想打女人 但要是有人欺负他的琴琴 他不介意为了情情阔粒地打一下女人的 沐琴拉下他的手 自己摸了摸那边脸 问他 还红肿吗 在赵叔走后 杨夕就拿了冰块帮他敷脸 他感觉消肿了的 是消肿了 却抹不掉赵叔打过你的事实 叶军博后半句说得阴森森的 听了沐琴错愕地看他 很快 沐琴又释然 叶军博在他面前是温润如玉 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时候 沐琴从来没有怀疑过叶军博不是温和的人 知道叶军博的真正身份后 沐琴就知道他不可能是真正温和的人 身为封城集团的当家人 把封城集团打理得如日中天 不仅是能力出众还要手腕了的 怎么可能是一个温和的人 沐琴以前听说过封城集团 但不了解 租了叶军博当男友开始 他才特意地摆读了封城集团的历史 知道封城集团在阿世就是一颗明珠 要演至极 军博哥 我也打了他的 沐琴拿起一包零食 撕开了包装 开始吃起来 边吃边对叶军博说道 军博哥 赵叔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关系 又怎么找到我的店 欧阳玉 哦 对 我忘了 欧阳总和你是死对头吧 他见不得你好 目前想到欧阳玉那张带笑的脸 看看自家男人 说道 军博哥 你和欧阳玉是一类人 一山难容二虎 所以你们俩就成了死对头 那家伙一直看我不顺眼 最初我和他的关系还过得去的 后来因为赵叔 他处处针对我 恨不得我死 我们俩就再也缓解不了紧张的关系 欧阳家的公司涉及到的行业 我们军事也有涉及 同行相继 便渐渐成了死对头 沐晴听出来了 欧阳玉喜欢赵叔 何止是喜欢 那是深爱 赵叔爱你 欧阳玉又爱赵叔 你们三个十三角恋呀 沐晴就像再说故事一样 听得叶军博一脸黑线 他在他的身边坐下 一坐下就把他按入怀里 低手封住他的唇 沐晴瞪大眼 一边手还拿着未吃完的那包零食 他推开他不是 不推开他 又会被他占便宜 唇上一痛 他咬他 叶军博在他唇上咬了一口后 便松开了他 修长的手指落在他的唇瓣上 来回地摸着他被他咬过的唇瓣 眼神炙烈如火 声音唇厚 醉人 清晴 我从来没有爱过赵叔 一点都不爱 他不是我的青梅 我的青梅只有一个 便是你 晚上跟我回我位于金湖花园的家好吗 我给你看几样东西 你在金湖花园的房子不是租的 叶军博笑 沐晴问了那句话后就觉得问得多余 以叶军博的身份 他何须租房住 也就是他信了他 怪他对他的不了解 自以为认识11年 他又是哥哥的大学同学 足够了解 结果现实打了他的脸 打得啪啪作响的 真痛 军博哥 你的咖啡趁热喝 我先走 店里今天好忙 沐晴说完 起身就要走 叶军博拉住他 不舍地道 你店里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你是老板 偷偷懒也没有人会说你什么的 在座会儿 陪陪我 沐晴看向他满桌子的文件 说道 军博哥 你的时间很宝贵的吧 我占用你的时间 你会损失惨重 没事 我办事效率很快的 保证能在下午下班之前忙完 晚上一整晚的时间都用来陪你 沐晴脸为红 谁要你赔了 你忙你的 我走了 拿开他的手 他转身 再次要走 秦秦 他自背后搂住他 那有力的双臂一收紧 他就被迫靠在他的胸膛上 秦秦 让我再抱一抱 叶军博凑到他的腮边 温柔地亲吻了两下 真的很想就这样搂着他到地老天荒 静静地让他搂了一下 木晴便搬开了他的手 小跑者溜了出去 生怕跑慢一步 他又会耍赖墙留下他 叶军博失笑地看着他逃跑的背影 他可能逼得太紧吧 前后变化太大 让他一时间无法适应 但 他不逼紧一点 他就会想着和他离婚 他只能让他迅速地进入妻子这个角色 早点适应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 木晴回到隋缘咖啡店的时候 看到有一对夫妻 是两位老人家 年龄都在八十岁左右 他们相互挽伏着对方 站在他的店门口往里面张望 老爷爷 老奶奶 你们要不要进去坐坐 木晴上前 含笑邀请两位老人家进店 两位老人家同时扭头看着木晴 木晴觉得他们看到他的样子时 似乎两眼一亮 但他细看又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劲 便以为自己刚刚眼花了 姑呢 我们不喝咖啡 年纪大了 喝了会事不着 老太太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们就在这里看看便可 老先生附和着点点头 木晴推开玻璃门 笑道 不是一定要喝咖啡才能进店 外面热 里面开着空调 进去坐坐 喝杯水 休息休息也好 你们站在这里晒着 很容易中熟的 他推开玻璃门后 自来淑地上前扶住了老太太 老太太见他这么热情 便由着他挽扶自己进店 在木晴看不到的时候 老太太悄悄地掐了老伴的手背一下 暗示对方不要暴露身份 木晴做梦都想不到 这两位老人家正是叶军伯的爷爷奶奶 风尘山庄的镇庄之宝 知道军伯不声不响就领了结婚证后 两位老人家虽敢意外 更多的却是惊喜 由于调查过木晴的资料 知道木晴仅是小家碧玉 两位老人家怕吓着木晴 才会隐瞒身份过来 瞧瞧他们盼了很长时间 才盼到的孙媳妇 木晴的言行举止 让两位老人家对他很满意 人美 心上 落落大方 不愧是军伯愿意娶为妻的女人 不错 老奶奶 你们在这里做一会 我去给你们倒两杯水来 木晴扶着老太太 在一张桌子前坐下 便去帮两位老人家 倒来了两杯温开水 还给他们拿了几样点心 姑娘 这些东西多少钱 我们给钱 木晴笑道 老奶奶 不过是几样点心 不值什么钱 算我请你们吃的 你们慢慢品尝 我还要忙一会儿 她见着这两位老人家 就会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最疼她了 姑娘 你去忙吧 我们坐坐就走的 木晴笑着说了两句客气话 便去忙她的 还要继续送外卖呢 今天店里的咖啡和点心 都特别好销 大家都忙得团团转的 却忙得高兴 杨西望木晴过来了 小声问她 木晴 那两位老人家是谁 你认识的 不认识 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在咱们店门口徘徊 猜到他们想进来又不好意思 就把他们请进来了 瞧两位老人家的衣着朴素 可能是他们从来没有进过咖啡厅 有点好奇吧 木晴一边说一边 把打包好的咖啡和点心 重新放在框里 与杨西一起抬出去 放在了她的电动车脚踏处 很快 木晴又送外卖去了 军老太太亲碰一下老伴的手 小声问老伴的意见 怎么样 有你年轻时的拼劲 我喜欢这个孙媳妇 老太太老脸一红 趁着老伴 咱们头发都白了 还说那些话 听着怪让人不好意思的 我说什么了我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子的 不行吗 我都喜欢了几十年 你现在想让我改 我都改不过来 老太太 每次和老伴一起 她都觉得自己像18岁的小姑娘 一点都不老 夫妻俩几十年婚姻了 感情依旧好的如同初恋 我也挺喜欢木晴的 咱们的军博眼光不错 就是 老头子 你有没有觉得咱们的孙媳妇 有点眼熟 咱们在今天之前 是不是见过她 初见木晴的时候 军老太太便觉得 这个孙媳妇有点眼熟 她一直不动声色 也没有把自己的疑惑说出来 现在木晴送外卖去了 老太太才跟自家老伴说说 初次见面 哪来的眼熟 反正不仅你年轻时漂亮 我就看了两眼 便没有认真看 没觉着眼熟 又来了 又来了 咱们在外面呢 老太太再次称了丈夫两句 她是真的觉得木晴眼熟 却可以肯定刚才是第一次见面 军博是闪婚的 没有来得及通知家里人 要不是军博带着木晴去参加商业酒会 他们这些家人都还会被蒙在鼓里 军老喝了半杯的温开水 也尝了两块点心 觉得点心不错 难得推荐地道 老太婆 你尝尝这些点心 味道很不错 都可以和咱们家点心师父比一比了 老太太在老伴的推荐下 尝了一块点心 觉得是挺好吃的 便多吃了几块 直到老伴阻止了她 两位老人家就一直坐在隋缘咖啡厅里 喝水 吃点心 偶尔会和杨夕或者那名店员聊聊天 却是拐弯抹角地打探木晴的衣 些事 木晴一直忙到傍晚 外卖的订单才打指 类是累了点 不过今天的收益超级不错 木晴和杨夕都美滋滋的 连他们请的点心师父也觉得自己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往常客人不多 他做的点心经常卖不完 一度让他怀疑自己手艺不行 君家的两位老祖宗在下午五点左右就走了 因为君伯五点半就会下班 刚新婚的人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一下班就会往家里赶 两位老祖宗不想被自家孙儿童破身份 玻璃门忽然被人推开 近来好几名黑衣男子 他们个个高大威猛 表情严肃 一看就不好惹 几位大哥 想喝点什么 杨夕迎上前去 热情地招呼着 为首的那名黑衣男子却把杨夕用力地推开 杨夕站立不稳 被他推得跌倒在地上 杨夕 木晴快不上前想扶起杨夕 那个推倒杨夕的男子低挡住了他的路 他冷冷地看着木晴 木晴从他的眼神里感受到杀气 这让他大吃一惊 他是三好市民 从来不做做监犯科的事 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都赵叔来找他麻烦时 他还手了 那样算是得罪了赵叔吧 这些人是赵叔派来的吗 男人掏出手机 点开了一张相片 对比着木晴 情情 叶军博推门而入 他一边手还抱着一束花 见到叶军博进来 那几名黑衣男子反应特别快 为首的那名男子对木晴说道 有酒吧 先生 对不起 我这里不卖酒 多 那我们到其他地方去 说着 他转身就走 还不好意思地对杨夕说道 刚刚 对不起 杨夕想让自己说没事都说不出来 他们是故意的 最终 杨夕只是闽唇不语 那几名黑衣男子不在乎杨夕的态度 他们匆匆地离开 擦身而过的时候 叶军博扭头看着他们的背景 若有所思 叶总 你来了 杨夕朝叶军博笑了笑 便对木晴说道 我去准备晚饭 你们聊 杨小姐 不用准备弱情的晚饭 我带他回我家里吃 叶军博说话的同时 把那树花递给木晴 乌晨晨的毛子 所折他俏丽的面容 温生说道 下班回来 路过花店 便给你买了树花 我今天收到一两树花 都是你送的 叶军博笑 你要是喜欢 我天天都送你花 家里没有花瓶插花呢 这个好办 我打电话让人给你送些花瓶过来 叶军博说着便掏出手机打电话 木晴阻止都来不及 这就是个行动派 吩咐人送花瓶后 叶军博牵起木晴的手 很自然地道 老婆 走 咱们回家 军博哥 你别叫我老婆 我听不习惯 多听几次就习惯了 走吧 老婆 咱们回家去 我让管一吩咐厨房 多烧几道你喜欢吃的菜 叶军博一边说话 一边拉着木晴走出咖啡店 一列豪车 由远而近 很快就停在了夫妻俩的面前 叶军博握紧了木晴的手 俊脸沉宁 木晴偏头看他 轻声问道 你认识他们 欧阳玉的专车队 他喜欢白谱 每次出门都是一列豪车相伴 七八名保镖簇拥 那样能撞大他的气场 让他有帝皇驾临的感觉 叶军博说这些话的时候 嘴角微弯 弯出一抹讽刺 木晴笑 说道 那是他不自信的表现 叶军博嘴角更弯 连眼睛都弯了 木晴这是拐着弯夸 他很有自信 挺挺腰之 叶军博也觉得自己向来信心十足 欧阳玉的保镖率先下车 然后有一名保镖帮欧阳玉拉开了车门 眨眼间 欧阳玉带着一班保镖 站在了夫妻俩的对面 军博 欧阳玉大冷地开口 你女人把赵叔打了 是你自己教训他 还是由我来教训 原来 他是来替赵叔讨公道的 木晴在心里付费 这么才来 看看身边的男人 木晴便明白了 欧阳玉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 他是故意挑叶军博在场 秦秦把赵叔打得又怎么的 他先动的手 我家秦秦不过是海手而已 但他 还把我家秦秦的手都打痛了 欧阳 你既然过来替赵叔讨公道 能否也替赵叔赔偿 他害得我家秦秦打得手掌心都痛了 严重影响了秦秦做事 秦秦是生意人 做不了事就少赚很多钱 这些损失该让赵叔赔偿 欧阳玉被叶军博的无耻气道 不 是惊骇 用见到鬼一般的眼神看着叶军博 他这个死对头打小就很优秀 不管是读书还是做生意 都特别的优秀 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父母就没少拿他和叶军博比 总说他不如叶军博 但叶军博是个沉稳的人 显少会和他打嘴仗 以往遇上了 都是他在挑衅叶军博 叶军博懒得搭理他的 此刻 为了维护沐晴 叶军博居然说出那般无耻的话来 真是刷新了欧阳玉对他的认知呀 沐晴看叶军博的眼神 那是崇拜 能把厚颜无耻说得如此轻心脱俗 只有军博哥 叶军博 他能和赵书比吗 赵书和咱们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亏得赵书那么爱你 为了你 选择把事业迁回国内 你知道他这样做 会损失多大吗 你不为赵书出气就算了 还好意思替他向赵书所陪 叶军博 你就是个没有心的人 赵书真是爱错了你 欧阳玉当着母亲的面 故意说着叶军博和赵书的事 他是爱赵书 但也不想看着叶军博幸福 凭什么 他对赵书爱而不得的时候 叶军博却能结束单身 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 就算母亲是个小家碧玉 站在叶军博身边却很般配 欧阳玉嫉妒得快疯了 秦秦是我老婆 赵书是我什么人 他才不能和我家秦秦比 赵书损失多少都是他的事 他是个成年人 做任何事都要承担后果 我有心 我的心只装得下我老婆 其他女人 对不起 连战的地方都没有 慕晴 军博哥说的情话好感人呀 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反正 他听着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甜丝丝的 欧阳玉直视着叶军博片刻 冷笑 看来 我们俩是谈不拢的了 呃 休怪我不客气 说完 他一挥手 吩咐保镖们 去 帮我把随缘咖啡厅砸了 把这个女人打了赵书的那只手给我剁了 欧阳家的保镖正想抓慕晴 就被叶军博一脚踢中 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跌倒在地上 慕晴则是整个人扑向欧阳玉 欧阳玉没有防备他 猝不及防地就被慕晴扑倒在地上 慕晴的安息跪压在他的胸膛 冷冷地道 你们谁敢砸我的电 我把他的胸骨都碎了 欧阳家的保镖们 叶军博扭头看着慕晴 那眼神很复杂 既骄傲又含着三亿 欧阳玉不把慕晴放在眼里 本能地想先到慕晴 慕晴迅速地用手泪抵压在他的脖子上 那力道大到让他差点喘不过气来 卧槽 这个女人练过拳脚功夫的 他的人调查他时 竟然没有调查到 欧阳总 我劝你别乱动 我真能把你的胸骨都整碎 忘了告诉你 我天生利其大 为了不闯祸 他早就逼着自己学会力气收放自辱 除了他的家人 连杨夕都不知道他天生利其大 金博 打电话报警 这些人要闹事 就交给警察处理 叶军国校 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报警 金博 欧阳玉黑着脸叫喊 我这不是没有砸到您老婆的店吗 也没有碰到您老婆 你报什么警呀 叶军国要是报警了 他就有了负面新闻 现在互联网发达得很 身为欧阳市的当家人 要是被负面新闻缠身 会影响欧阳家族的企业形象 也容易损失惨重 当然 要是普通人报警 欧阳玉半点不担心 他有的是钱和人脉 能摆平一切 但叶军国不一样呀 在阿市 叶军国的身份地位及声望排在他前面 欧阳总 你得保证在我们走后 你不砸我的店 要是不过信用 金博 你说怎么处理他 把他扒光游击 欧阳玉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 叶军国的嘴角都出了抽 严重怀疑他家老婆嫌弃他身材不好 想光明正大的看欧阳玉的身材 这可不行 今晚得让晴晴看他看得够 叶军国走到慕晴的身边 由他来取代慕晴的位置 钳制住欧阳玉 然后拉着欧阳玉的领带把他拉扯起来 冷冷地道 欧阳 女人之间的事 他们女人能解决 你最好别插手 话说 你又以什么身份插手 赵叔把你当什么了 你心里没点数 那个女人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 赵叔一边想爬他的床 一边又想拖着欧阳玉 让欧阳玉一辈子爱着他护着他 无条件地帮他 这样的女人 军国就想不明白 欧阳玉怎么就对赵叔死心塌地 欧阳玉扯回自己的领带 神情阴玉 叶军博 我和赵叔的事也不用你操心 这一次 看在是赵叔先动的手 我可以不计较 再有下次 就算你老婆天生神力 我也敢砸他的店 欧阳玉嚣张而来 匆匆离去 慕阳玉拍了拍手 吐槽 他为赵叔讨功的就是讨了个寂寞 身边的男人没有回应他 慕阳侧头看向叶军博 见他俊脸阴沉 下一刻 便把他扯入他的怀里 他勒紧他的腰制 带着他就走 怎么回事 慕阳莫名其妙地 义军博把慕阳带回 他位于金湖花园的小家 大少爷 大少奶奶 管一见到夫妻俩进门 欢喜地迎出来 慕阳了愣 问道 阿姨 你不是军博哥他妈妈的朋友吗 上次还叫军博哥做大侄子呢 这一次就叫大少爷了 他和他的人联合起来 骗了他多少次 管一见自家大少爷的脸色不好看 善笑地道 大少奶奶 我是这里的管家 新管 你以后叫我管一就成 慕阳还想说什么 却被叶军博扯扯进屋 军博哥 你怎么了 忽然就变脸 我做错了什么吗 这一路上 他都不吭声 就是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生怕他松手他就会飞了似的 叶军博还是不吭声 带着慕晴禁止上楼 回到他的房里 他把慕晴推进了浴室里 周扣在洗手盆前 按了一把洗手叶抹在他的手上 然后按着他在洗手盆前洗手 慕晴 他扭头看他 他专注地帮他洗手 反复地搓洗 好像他的手有毒似的 可能是他一直扭头看他吧 他又是被他困在他胸前 与洗手盆之间 洗着洗着 他忍不住把他按压在洗手盆旁边 低手就堵住了他的嘴 不同于之前的温柔亲吻 这一次 他吻得特别霸道 甚至可以说是粗暴 淋念了他的红唇数次 他的脸色才和缓些 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 只要我在场 你都不要出手 天塌下来 由我给你撑着 绝不让他下来的天涯到你 叶君伯把他的唇灵虐的 有点肿胀了 眼底涌出心疼 一边亲摸着他的唇瓣 一边哑声说道 刚才你做的危险动作 以后不许再做 欧阳玉逗抖你而已 你真以为以你那点力气 就能制服他 他是个戏精 什么时候真什么时候假 很难捉摸的 以后遇到他 你是有多远闪多远 木琴愣愣地看着他的唇瓣 一张一合 吐出计霸道又让他觉得 很酷的话来 更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原来温润如玉的君伯哥 八道的时候 特别的酷 他肯定有很多面 变幻莫测 君伯哥 不 的确是天生力气大 木琴小声说道 当时我在想擒贼先擒王 只要我制服了欧阳玉 那么他的人就不敢砸我的电 也不敢伤害我 虽然他长得很帅 那双桃花眼很勾魂 两片宝准野性感 我敢保证 我不是因为他的帅才扑向他的 叶君伯黑魔微眯 闪烁着危险 阴森森地问他 郭阳玉长得帅 比我帅 他的桃花眼很勾魂 觉得我的眼睛不好看 嫌我的嘴唇不性感 木琴再笨 也知道他敢说个世字 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何况 他并不笨 老公生气 又吃醋食 怎么办 木琴马上两手一搂 搂住了叶君伯的脖子 正好 他现在写的那部小说是重生文 女主重生前背叛了丈夫 重生后选择弥补丈夫 但由于他前妻太作死 导致丈夫不信任他了 所以女主重生后总是疗夫 疗夫的手段高着呢 木琴便把他女主疗夫的手段 用到现实中来 对付正在吃醋的叶君伯 老公 木琴软软地叫了一声老公 那因为还故意拖得长长的 他声音本来就很好听 刻意放揉 尾音拉长 听在叶君伯的腕里 骨头都酥软了 木琴自己先误喊一下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瞧 他求生育多强烈呀 为了哄住这个突然吃醋的男人 他都学着别人撒起胶来了 老公 你最帅了 在我眼里你最帅 帅到天下无敌 你的眼神赤裂如火 只要对上你的眼神 我就心跳加速 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何方 做着合适 被你迷得神魂颠倒 你的唇虽然不薄 不薄好呀 我听说呀嘴唇薄的男人 薄情 我老公绝对不是薄情的男人 夸赞的话 不要钱 不停地从木琴的嘴里吐出来 幸好他是写小说的 他写的女主平时就是这样夸男主的 每次男主生气时 女主就对着男主一顿猛夸 然后男主就没脾气了 用到叶君博身上 希望有用呀 刚刚我说的话 你听进去了吗 何止是听进去呀 我还记在心头 时刻都会翻出来回味回味 重温重温你对我的关怀备至 那真是像喝了蜜一样甜呀 叶君博好笑 所有的脑溢 在他一声软软的老公响起后 就烟消云散了 他拿舍得真跟他生气 他说过的话 他分明没有听进去 轻捏一下他的翘鼻子 宠溺地道 现在你这张嘴就像抹了蜜一样甜 糖分高到我都得了糖尿病 蜜不是你给我抹上的吗 叶君博士笑 敌手在他唇上戳了戳 便抱起他 转身出了洗手间 当他把他放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两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西装服 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说道 君博哥 我饿了 昨晚才被吃光抹净 今晚总得让他休息休息吧 母亲开始绞尽脑汁 想着今晚如何把这头狼 踢出他的房间 当然 他不会把话说得太明白 免得他又霸道鬼上身 亏得他觉得他们认识了十一年 很熟悉 原来 他对他是一点都不了解 啊 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被押在船上当妇人 叶君博轻弹一下他的额 随即拉他坐起来 当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秦秦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尾巴往上翘一下 我就能猜到你想做什么 看着我长大的 理应把我当妹妹 谁知道你还对我 是你说要包养我的 母亲苦笑 我那是租 租 失策 当初就不该冲动地答应和他去领证 果然呀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男人信得过 猪都能上述 今晚 我只抱着你睡 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叶君博许诺 爱他 就要给他的身体放个假 谢谢君博哥 母亲赶紧道谢 一诺 叶君博的清淡 他摸着唇 无辜地看着他 叫我老公 像刚才那样 我喜欢听 母亲脸一红 他刚才是为了灭掉他的醋意极怒火 才会那样叫的 叫什么都是一样 母亲说着就想走开 哦 对了 君博哥 有件事我觉得古怪 什么事 君博跟上他的步伐 带着他下楼去用餐 管一知道他今晚带母亲回来 早就吩咐出房准备了很多母亲爱吃的菜 你来接我之前 有几个黑衣男子 像保镖母样的 他们看我的眼神 我感受到杀气 文言 叶君博神色一领 眼神深沉 面上却像没事似的安抚着母亲 你不认识他们吧 不认识的 可能是你想多了 有些人看起来特别凶 总让人觉得他是杀人犯一样的 我不认识他们 我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真要说的罪过的 也就是赵叔了 那是赵叔先来找我的麻烦 赵叔只会借由欧阳玉向你发难 他家人都在国外 在阿世早已人走茶凉 再无实力可言 欧阳玉后面才来 说明你看到的那几名黑衣男子 不是欧阳玉派来的 亲情 别胡思乱想 没事的 有我在呢 他得让人去调查清楚 那几名黑衣人到底是谁派来的 找上母亲是因为他还是其他原因 身为封城集团的当家人 叶君博除了欧阳玉这个死对头之外 也还有很多敌人的 树大招风骂 封城集团过于耀眼 看叶君博不顺眼的人多了去 以往 叶君博给他们的感觉就是没有软肋 现在有了木晴 木晴就是他的软肋 难保没有人会想利用木晴来牵制打击报复他 欧阳玉是他的死对头 反而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欧阳玉不屑利用女人 他输给叶君博虽心不口服也不服 却输得光明正大的 大少爷 大少奶奶 晚上好 夫妻俩刚下到一楼 管一便带着众人气声向夫妻俩问好 叶君博倒没什么 木晴被吓了一跳 相当的不习惯被人叫做大少奶奶 豪华的大厅里 占了十几二十个人吧 除了管一 还有一个人木晴是有印象的 便是司机 他偏头看了看身边的男人 呵呵两声 叶君博神色自若地道 那是我的专车司机 你见过的 我还真以为是网约车司机呢 叶君博笑了笑 怕你不自在 只好撒了个善意的谎言 木晴 他这般坦诚 他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大少爷 人都起了 管一恭敬的道 叶君博温成的开口 你们自曝姓名以及工作职位 让大少奶奶认识认识你们 于是 由管一开始 把自己的职位以及名字 都告诉了木晴 木晴只好回忆微笑 跟大家打了声招呼 便不再说话 七 心里想着 原来 这就是豪门呀 却听身边的男人温和的解释 这栋别墅 是我为了上班方便买下来住的 这些人是我从老宅那边调过来使用的 一时不差 竟然调了这么多人过来 我以为就几个人的 在老宅那边 我们的住处里面还有不少工人 等我们回去了 我再通知所有人集合在一起 跟你见见面 你能记住他们就记住 记不住就算了 只要他们知道你是大少奶奶便行 木晴眨眨眼 本能地问道 你们家请了多少工人 叶君博士一众人散去 他带着木晴进了餐厅 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 仅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动 厨师是我从外面高价挖回来的 烧的菜特别好吃 比起军事酒店和封城大酒店的厨师 有过之而无不及 木晴 怪不得烧出来的菜 闻着香 看着又好看 色香味俱全呀 有钱人的世界 他真心不懂 也不习惯 离婚 还来得及吗 夫妻俩在餐桌前坐下 管一想事后的 被叶君博用眼神示意他出去了 他看得出来 木晴不习惯让人近身事后 考虑到两人的现实差距 叶君博不急着逼他适应大少奶奶的生活 一步一步来吧 他不给他适应的时间 直接就把他带入了妻子这个角色 他都有点心疼 但不想让步 一让步 他就会从他身边飞走 其他事情 他可以不急 我们家傲宅就是封城山庄 由于我们家族的人都是群居 所以封城山庄很大 以中庭为中心 建了大大小小的很多房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 我是当家人 本来是住在中庭的 不过喜欢独处 所以现在住在中庭的 依旧是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父母 我住在中庭旁边的东旭 每庭每院都有属于自己的管家及工人 分工明细 木晴 这么说 你们家请了很多工人 给他加了一筷子菜 君博强调 是咱们家 晴晴 我们是夫妻了 我的家便是你的家 你的家也是我的家 咱们不分彼此 我们家族人多 请的工人要是包括打理果山和农田的 有一千多人吧 多 封城山庄地方大 除了住人 还种果 种田 种菜什么的 易用土地自己自足吗 自种的 吃的也环保 木晴低头爬饭 拼命爬饭 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这才是真豪门呀 下次老马子再拿成会说事 他就把君家甩出来 保证能甩成会和他的老男人几时调节 秦秦 你别光顾着吃饭 也要吃菜 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 要是觉得厨师烧得不好 我跟管一说一声 让厨师去深造深造 不 很好吃 很好吃 木晴赶紧说道 君伯哥 我是被你们家的宠大吓到了 仅是仅的工人都一千多 叶君伯是笑 其实我们家人都很随意的 会有那么多工人 主要是分工派系了 还因为我们家的果园很大很大 农田也多 需要请那么多人打理 现在说 你也听不明白 这个周末 我带你回一趟山庄 让你身怜其境 木晴连连摇头 君伯哥 你就放了我吧 我怕我去了 两条腿抬不起来 瞎软了 真不用紧张害怕 我的家人都很好相处的 没有门户之鉴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 每天在花田里忙碌的人是我吧 我爸喜欢养花 山庄脚下的大片花田 就是他的命根子 我妈更是不拘小节的人 就连我爷爷奶奶 都连起了年轻时的锐利锋芒 变得温和开明 木晴还是拒绝 君伯哥 你给我一点时间适应 我要是适应不了 你能不能跟我离婚 我觉得咱们的现实差距太大了 在他危险的凳事之下 木晴的话越说越小声 直至无声 君伯哥 吃菜 这道菜很好吃 木晴赶紧给叶君伯 加了一筷子的菜 求生欲强力呀 清清 我不会离婚的 好好好 不离婚 不离婚 我们都是成年人 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木晴在心里吐槽 他要是知道他的真面目 打死他 他也不敢租他当男友的 吧 世上什么药都能研制出来 就是后悔药没有人攻破 研制成药 望成 蓝家别墅 宝宝乖 宝宝听话 别哭哈 别哭哈 大房间里 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披头散发的 衣衫也凌乱 她治着双足 抱着一只羊娃娃 在房里转悠 不停地哄着怀里的羊娃娃 不要哭闹 站在一旁看着的那个女人 忍不住上前去 抢走她怀里的羊娃娃 大声说道 太太 这是羊娃娃 不是小姐 小姐找不回来了 她有可能已经被弄死 别抢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那名中年妇女发疯 一般抢夺羊娃娃 一边抢夺一边尖声叫喊 这是我的女儿 我女儿没有死 她活着呢 她只是睡着了 她很听话的 吃饱了就睡 睡醒了就吃 不哭不闹的 她力气大 很快就把对方摁倒在地上 骑坐着 然后抢回了羊娃娃 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停地窝窝地哄着羊娃娃 被咽倒在地上的女人也来了气 奋力地推开了傻女人 自地上爬站起来 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衣衫 一边说道 太太 你就疯吧 你再疯下去 家主就要娶新太太了 到时候 这个家在无你立足之地 你娘家人除了还有鸽子而活着 其他人都死光了 没有人能帮到你 你能依靠的就是家主 醒醒吧 小姐都失踪二十几年了 要是能找回来 早就找回来 当年那个庄小姐嫉妒太太 她抱走了小姐 小姐嫌还有活命在 庄小姐又死了 小姐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可是 太太 你还要活着呀 你不仅仅只有小姐一个孩子 你还有少爷的 少主今年都二十四岁了 你忽略少主也有二十几年了 在这的吃人不徒骨的家里 盯着少主之位的人多了去 少主一个人孤君奋斗 她累呀 说着说着 她的眼睛红了 既心疼疯了的太太 也心疼少主孤君奋斗 家主因为太太疯了 又因为当初痛失女儿 对太太的情一天不如一天 连带的对少主的感情都不太好了 蓝家直戏旁戏的人 盯着少主这个位置的不知反击 蓝太太只顾着哄她的洋娃娃 中年妇女也是管嫁淋仪 见太太听不进去 无奈地抹着眼泪转身往外走 边走边摇头叹息 本来太太是望成最幸福的女人 嫁给他们家主一年后便生下了龙凤胎 坐稳了蓝家家主夫人之位 谁想到在孩子半岁多的时候 夫人的情侣庄小姐趁人不注意 抱走了龙凤胎中的妹妹 之后家主带人追寻 随时找到了庄小姐 却是庄小姐的尸体 而被抱走的小姐 下落不明 痛是爱你的夫人 日夜啼哭 渐渐地 便疯了 这一疯 就疯了二十几年 林一拉开房门 看到站在房门口的年轻男子 那男子大概有一米九左右 面容俊冷 眼神深唇 两片薄唇抿得紧紧的 气场特别的冷冽 这是蓝家的少主蓝瑞 少主 林一恭敬地叫了一声 蓝瑞的视线越过了林一 落在房里的那道身影上 从她有记忆以来 就知道这个疯了的女人是她的亲妈 亲妈倒是记得住她的名字 但记不住她的人 见到她 只会把她当成父亲 大家都说她像年轻时的父亲 太太 不肯梳妆换衣服吗 整天都是披头散发 又衣衫不整 我爸哪还有看她的欲望 蓝瑞低沉的嗓音有着伤痛 那是她的亲妈呀 她自然不想看到她被父亲抛弃 因为妹妹的失踪 亲妈疯了之后 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渐渐被磨灭 也是自责吧 妹妹会失踪就是父亲惹的祸 哪怕父亲说过 要是能找回妹妹 就把蓝家的家产分一半给妹妹 那又怎样 妹妹都没有了 就算父亲说 把蓝家所有家产都留给妹妹 妹妹也继承不到呀 反而惹得那些狼子野心的人 恨不得把妹妹的尸骨 找出来碎了 林一叹口气 太太总是抱着个娃娃 说是小姐 少主 小姐还是没有下落吗 现在靠着DNA对比技术 不是比以前容易吗 蓝瑞敏了敏唇后 说到二十几年了 也不知道我妹妹是生是死 我的人一直在找她 当年那个姓庄的贱人 是在毕城找到的 但把毕城的同龄人都摸了个遍 也没有排查到异常 不仅仅她的人在找妹妹 那些狼子野心家也在找着 目的是什么 不想让妹妹回归蓝家 不想让母亲清醒过来 不想让父亲把家产 分给她和妹妹呗 当年姓庄的贱人 能轻易抱走妹妹 肯定是有内鬼的 这么多年来 那个内鬼葬得太深 他父子俩都还没有 揪出那个内鬼 蓝瑞有点恨自己 还不过强大 灵姨 你去休息吧 我进去陪妈说说话 蓝瑞说完 越过了灵姨 走进大房间去 妈 蓝瑞走到蓝太太的身边 轻轻地叫了一声骂 蓝太太扭头看她 朝她叙了一声 轻声说道 老公 说话小声点 不要吵醒宝宝 宝宝刚睡呢 妈 我是你儿子蓝瑞 蓝瑞无奈地道 不要把我当成爸 她的确和父亲长得很像 你又说笑了 瑞儿才多大呀 你别吵 我要哄宝宝睡觉 蓝太太撑了蓝瑞一眼 便自顾自地哄着怀里的洋娃娃 蓝瑞看着记得自己 但认不出自己的母亲 心里难受得很 暗自发誓 一定要找到妹妹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她觉得妹妹还活着的 因为她和妹妹是双胞胎 要是妹妹不在了 她能感应得到的 没有感应到尖锐的痛 就说明妹妹肯定还在人世 就是不知道在哪个角落 七 饭后 叶军伯带着木晴熟悉环境 闲逛 闲聊 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 随着夜色的加深 木晴不得不面对 又要与她同床共整的现实 我说过今晚不会动你的 叶军伯把一套干净的衣服 递给木晴 好笑地轻捏一下她的脸 秦秦 不要把我当成恶狼 哪怕 她真的是恶狼 但她不想她怕她 木晴嘀嘀咕咕的 鼻咕的话 叶军伯没有听清楚 洗澡水我帮你放好了 你先去洗澡 我去书房做点事 你洗完早就早点休息 不用等我 听她说要去书房 木晴顿觉心头一松 抱着她递给她的那套衣服 转身就进了浴室 叶军伯看着浴室的门关上了 才离开房间 进而位于她房间隔壁的书房 她不看书 不处理公事 而是画画 木晴跟她提及的是 她放在心上 她还记得那几名黑衣人的样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听到木晴的夸赞 军伯哥 你的画画得真好 这几个人画得像真的一样 军伯抬头 见她穿上了她为她准备的睡衣 眼神深了深 忍不住放下画笔 伸手一搂 便把她搂进前 抱起她 让她坐在她的大腿上 木晴身子僵硬 非常不习惯她这样的动作 她又不敢挣扎 坐的地方过于敏感 怕挣扎会惹火 清情 放松点 我又不会吃了你 军伯好笑地贴到她的腮边 吃了几口热气 发现她敏感地缩了缩 真是个敏感的小东西 这衣服还合身吧 很合身 是了 我第一次跟你回家 你家里怎么会有适合我穿的衣服 叶军伯 还是 这衣服是你给别人准备的 或者是别人留在这里的 赵叔的 木晴问这几句话的时候 画里藏着点点酸意 只是 她没有察觉 清情 我这栋别墅是后来才买的 赵叔不曾来过 怎么可能有她的衣服 这些衣服都是我平时 陪我妈逛街的时候 我妈买下来 但忘记带回去 留在我这里的 你妈买的怎么适合我穿 我妈像你这般高 身材也保养得很标准 不就适合了 木晴半信半疑 不过 她也不想和她纠缠衣服的问题 她尽量忽略着 臀部底下的热度 问着她 你画这几个人做什么 他们不就是傍晚 出现在我电影的那几个 她还从其中一个人的眼神里 感受到杀气呢 记得叶军博当时 是与这几个人擦肩而过 就这样一眼 她居然把那几个人的样子 都记住了 还能画出来 我把他们的样子画下来 再让人查一查他们的底细 没有拍照 现在又看不到监控 她便画下来了 我担心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清情 叶军博把她的身子扳转过来 让她与她面对面 这样的姿势很亲密 也让人想入非非 丽 你说 沐晴被她这样看着 刚刚才放松一点的神经 又绷紧了 她和苏叶谈了多年恋爱 都没有如此亲密过 明明 她和叶军博也才领证几天 感觉都成了老夫老妻 是她太霸道 拉着她飞跑进入真正的婚姻生活 在她心里 她一直像大哥哥一样 几天时间 两个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 沐晴就是不习惯叶军博如此亲密的举动 你嫁给我 可能要面对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你怕吗 怕 怕死了 沐晴答得很快 军博哥 我怕死 你能不能跟我去民政局一趟 叶军博 你不是该像你小说里面的女主那样 男主不理女主就不气 沐晴嬉喜地笑 小说是虚构的 当不得真 话说 军博哥 你看过我的小说 我老婆写的小说 我当然得认真败读 我还帮你转发朋友圈 推荐给我的朋友们看看 我老婆是个大作家 叶军博一副语有容烟的样子 逗得沐晴哈哈地笑 刚刚那尴尬的气氛被一扫而光 清晴 不要再说离婚的事 给我一个好好爱你的机会 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相信我 我会是一个猴格的好丈夫 沐晴定定地看了他片刻 便主动地围靠在他的胸膛上 说道 军博哥 我们认识了十一年 我过去一直把你当成大哥哥看待 从来没有非分之想 好吧 上了你这艘贼船下不来 那我只能待着 我会学着去适应咱们的关系转变 会学着去爱你 他这么优秀 想爱上他 很容易 叶军博低头 在他的唇上轻轻地出吻一下 清晴 谢谢你肯给我机会 你不是说带我回来 有一样东西给我看吗 叶军博笑了笑 一手搂紧他 一手去拉开抽屉 把他珍藏着的几本相册拿出来 然后把相册放到沐晴的手里 说道 你拿几本相册回房里看 我继续画 画好了 就让周涵调查他们的底细 清晴 有我在 天塌下来我都包你成长 绝不让任何人有机会伤害到你 谁敢利用沐晴来打击报复他叶军博 他会让对方后悔到肠子都轻的 沐晴的注意力在相册上 叶军博说的那句霸气又深情的话 他像是没听见一样 抱着几本相册回到叶军博的大房间里 沐晴在沙发前坐下 好奇地翻开第一本相册 叶军博把这几本相册锁在抽屉里 说明他很重视这几本相册的 又是他刻意要给他看的 也 是他的相片 还是他十几岁时的相片 沐晴快速地翻阅完一本相册 相册里面的相片全都是他 想了很久 他也想不起来 什么时候拍过这么多相片 还是送给军博哥 他不是一个喜欢照相的人 他的朋友圈或者手机相册里面的相片 大都是风景照 沐晴又看第二本相册 慢慢发现了 相片中的他 是从十三四岁开始 到如今二十四岁 卧槽 十年 军博哥说他才是他的青梅 说他看着他长大的 还真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偷拍他吧 沐晴正正地看着这些相片 一时间心绪如潮涌 他又不傻 叶军博这样做事为了什么 他能猜透也能想明白 毕竟他是写小说的 天天写的都是情情爱爱的言情小说 自认是很懂爱情的人 叶军博竟然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瞄准了他 却又从不干涉他 放任他自由长大 直到最近才开始挖坑 把他坑入了他的世界里 知道了真相 让沐晴心情复杂 000 手机铃声响起 把神油太虚的沐晴拉了回来 电话是哥哥打来的 沐晴 你和叶军博去了哪里 店里没有你们 我来了你租房 也不见你们在家 这都几点了 你还不回来 叶军博那个混蛋 把你带坏了 居然深更半夜也不归家 沐智远的话里话外 还有着对面父的诋毁 谁叫叶军博抢走了他唯一的妹妹 妹妹是他们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呀 被叶军博这头猪拱了 还不许他诋毁几句 哥 我在军博哥的家里 什么 你去了他家里 大晚上的 你怎么能去他家里 去了他家里 你就是他砧板上的肉 任他宰割了 你发个定位给我 我去接你回来 沐智没了幕后 悠悠地道 哥 我和军博哥已经是夫妻 早就被他宰割了 沐智远 我真想把叶军博做得满地爪牙 哥要是打伤了军博哥 我可能会心疼的 他可是我下半生的依靠 沐智远叫起来 沐智 这才几天呀 你的心就被叶军博勾走了 也是 那死长得人模人样的 帅得人神共分 不知道你倒了多少女人 你会被他勾走一颗心 很正常 哥 很晚了 你赶紧休息 不用担心我了 我挂电话了 心乱如麻的沐智 实在没有心思 陪着哥哥胡扯 他知道哥哥是舍不得他 并不是嫌弃叶军博不好 事实上 大哥是把叶军博 当成偶像来崇拜的 只是一时间难以接受 自己的偶像 拱了自己的妹妹而已 沐智 沐智 沐智远叫了两声 想阻止妹妹挂电话的 可惜迟了两步 沐智反复地翻看着基本相册 看一次 就感受一次叶军博对他的深情 明白了他对他的心思后 有很多事情 沐智便能想明白了 那天 叶军博会约了客户 在他的咖啡店见面 肯定是有意为之 或许 除了相亲对象不是他安排的 其他事情都是他安排好的 怪不得 他长这么大 除了他主动和苏叶谈恋爱 就没有其他男人追求他 想必是叶军博在背后搞鬼 驱赶了那些肖像他的男性吧 他能悄悄地拍下他这么多相片 要干掉情敌不就是很容易的事 沐智后来睡着了 是抱着那几本相册 靠在沙发上梦周公 叶军博回来时 看到这一幕 他好笑又心疼 轻轻拿开了几本相册 小心地抱起他 抱回卧室里 放他躺在床上 他附身在他的耳边低男 晴晴 明白我的爱了吗 不要再想着离开我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对你放手 沐智睡得香甜 他说的话 他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同一片天地 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里 做着不同的事情 这般 叶军国夫妻共眠 那边 欧阳玉独自驾着车 驶进了赵家别墅 一直帮赵家看着房子的管家 是知道欧阳玉和自家小姐的交情的 对于欧阳玉深更半夜来访 管家习以为常 欧阳玉下了车 问着走过来的管家 你们小姐还没有睡 小姐回来后 每天都很忙 经常忙到深更半夜的 玉少 你的脸怎么回事 我瞧这红红种种的 是不是被人打的 管家留意到欧阳玉的两边脸都红肿 似是被人狠抽耳光导致 但 谁敢对欧阳玉下如此狠手 多 有人敢的 军家大少爷叶军伯 欧阳玉摸了摸自己的脸 就赶紧缩回手 真痛 他自己打的 我替你们家小姐去找叶军伯讨个公道 起了冲突 我不敌叶军伯 被他狠抽为一顿 脸清鼻子肿的 管家顿时就把叶军伯骂了一顿 小姐对他那么好 他总是让小姐伤心难过 玉少 你有没有替小姐狠狠地教训伯少 欧阳玉扯扯嘴角 自嘲地笑道 我哪敢伤了叶军伯呀 你们家小姐是把叶军伯当成新度宝贝的 我要是动了叶军伯一根头发 赵叔都能跟我急 赵叔为了叶军伯 跟他急眼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此刻脸清鼻子肿的欧阳玉 因为笑 让他觉得脸好痛 不知道赵叔看到他挂了惨回来 会不会心疼他 他是什么样的女人 你还不清楚吗 他指的你这样付出吗 叶军伯跟欧阳玉说过的话 莫名地跳出来 在他的脑海里回荡 赵叔吃恋叶军伯多少年 他就吃恋赵叔多少年 值不值得 他的事 不用叶军伯多管闲事 玉少 进去 我给你拿冰块 让小姐给你敷脸 管家是盼着自家小姐选择欧阳玉的 以他过来人的眼光看 欧阳玉对小姐才是真心的 至于君大少爷嘛 从来就没有说过喜欢小姐 也不曾承默过什么 都是小姐一厢情愿呀 谢谢叶军 欧阳玉在向管家道谢的同时 脚下未停 禁止朝主屋走去 叶军跟在欧阳玉的身后走着 边走边说 小姐在楼上的书房里 玉少 你直接上二楼 我去帮你拿冰袋 欧阳玉跟了一声 一楼大厅里没人 赵家人都在国外 就赵叔为了叶军伯回来了 这个认知让欧阳玉心里酸溜溜的 玉少 要不要吃宵夜 叶军问了句 不用 欧阳玉回绝了叶军的好心 自顾自地上楼去 赵家 他经常来 非常熟悉 来到赵叔的书房前 欧阳玉静默了两分钟 才抬手敲门 叶军 我在忙 赵叔以为是叶军 赵叔 是我 欧阳玉低沉地回应他 房里没有声音了 很快 书房门被打开 穿着睡裙的赵叔出现在欧阳玉的面前 由于洗了澡 泄了妆容 此刻的他是苏颜朝天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灯光造成的问题 欧阳玉觉得现在的赵叔有点显老 赵叔只比他和叶军伯小一岁 今年二十八了 算是大龄圣女 欧阳 你怎么来了 你的脸怎么回事 赵叔一边说着一边走出书房 关切地问着欧阳玉 还伸手轻轻地触摸一下欧阳玉红肿的脸 痛吗 谁打的 军伯 敢对欧阳玉动手的人屈指可数 赵叔首先想到的便是叶军伯 他被沐晴甩了一耳光后 装着我与欧阳玉 借此让欧阳玉知道他被沐晴欺负了 欧阳玉那么疼他 肯定会去找沐晴的麻烦 但沐晴有叶军伯护着 两个人很容易起冲突 赵叔没想到的是 欧阳玉会被打得这么惨 一张脸早不负往日的俊美 红红种种的 像发酵的馒头 是叶军伯打的 他老婆把你打了 我去找那个女人算账 恰好叶军伯在场 我们就发生了冲突 叶军伯的身手 你也是知晓的 我不是他的对手 就被打成了这般 早就猜到叶军伯会护着沐晴 可真听到欧阳玉这样说 赵叔心里又酸溜溜的 叶军伯虽然学了一身拳脚功夫 但他轻易不会动手 赵叔跟他一起长大 就没有看到过他为了谁打架的 现在 他为了沐晴动手打人 他就那么喜欢沐晴 赵叔心里对沐晴是恨得牙痒痒的 眼里闪烁着狠意 敢抢他赵叔的男人 等他赵叔的路 他会让沐晴生不如死 欧阳 你明知道军伯伸手了得 他在场的时候 你别冲动呀 赵叔一副心疼的样子 再次触摸一下欧阳玉的脸 嘴上说道 军伯下手也太狠了 打人不打脸 他把你脸打成这般 走 下楼去 我给你拿兵代夫一下 边说边拉着欧阳玉下楼 欧阳玉悄悄地反手握住他的手 谁知道才握住 他就赶紧抽回去了 欧阳玉心一痛 他为了他付出那么多 等了这么多年 等他放下军伯 接纳他的感情 他拉了他的手 他都要避开 但为了叶军伯 他又肯主动亲吻他 叶军伯说他为赵叔做那么多 是不值得的 欧阳玉心理活动 赵叔并不知道 他装作入无其事地 带着欧阳玉下楼 叶玉拿着冰带刚想上楼 见两个人下来了 他便停下脚步 小姐 玉少 叶玉 冰带给我吧 赵叔先走几步到叶玉的面前 从叶玉手里拿过了冰带 叶玉 你去休息 叶玉拾去地走开 欧阳 过来 在这里坐下 我帮你敷脸 欧阳玉眼底的失落 在赵叔说了这句话后 又重燃希望 顺从地走到沙发前坐下 让赵叔用冰带帮他敷脸 欧阳 你去找木琴的时候 军国还说什么吗 有没有怪到我头上来 他担心叶军伯误会 他向欧阳玉告状 让欧阳玉找木琴的麻烦 哪怕 他真的这样做 也不能让叶军伯知道 他说 木琴是他的太太 谁敢动木琴一根头发 就是与他为敌 还说 打你打痛了木琴的手 他心疼木琴的手呢 赵叔 叶军伯不是没有心的人 他只是对你没有心 十年前 还没有木琴横在你们中间 他都对你无动于衷 十年后的今天 他已经有了娇妻 更不可能接受你 赵叔 放下吧 不要再执着于军伯了 那样只会让你痛苦 你痛苦 我也不好过 欧阳玉握住赵叔的手 黑眸啄啄地看着他 赵叔 好男人不止军伯一个 做我女朋友 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好嘛 赵叔与他对视片刻 便抽回了手 说道 欧阳 我一直把你当哥们 当好朋友 我不想当你的好哥们 我只想当你的男人 欧阳玉呼地搂紧他的腰枝 把他扯入他的怀里 一手握住他的双手 连同他的腰枝一起前置住 一手按压住他的后脑勺 霸道地掘住他的红唇 赵叔为了让他调查 叶军伯和穆琴的时候 愿意亲他 但他当时放弃了 现在 他要讨回来 欧阳 赵叔挣扎 正不拖欧阳玉的前置 便在欧阳玉的唇上咬了一口 在他吃痛放开他时 他用力地推开他 想都不想 杨手就给了欧阳玉一巴掌 啪一声响 欧阳玉原本就红肿的脸上 印上了鲜明的五指衫 更红 更肿了 欧阳 我说了 你是我的男闺蜜 是我的好哥们 好朋友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回来 是为了军伯 我爱的人是军伯 哪怕过去了十年 我也放不下他 欧阳 我想嫁的男人是军伯 军家大少奶奶的位置 我要定了 你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会很感激你的 你不愿意帮我的忙 就请你不要阻拦我 欧阳玉静静地看着他 梁九 他转身就走 欧阳 欧阳 赵叔见他要走了 又有点慌 忙追上前去 想拉住他 欧阳 刚才的事 我就当没有发生过 我们还是好闺蜜 好朋友 你别生气 好嘛 他的家人都在国外 赵家在安市 已经没有什么地位的了 他的野心 他的计划 还需要欧阳玉帮忙 才能实现 欧阳玉甩开了赵叔的手 淡淡地道 赵叔 你知道人心是怎么凉的吗 是被一点点含透的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赵叔追出到屋门口 见欧阳玉已经上了车 他便放弃了再追赶 欧阳玉深爱着他 就算生气 也只是气一时 很快就会好的 明天 他去请他吃饭 送他一点礼物 哄他一哄 他就会原谅他的 欧阳玉透过车后镜 看到赵叔只是追出了主屋 就在屋门口停下来 不再追赶而来 他的脸色更冷 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又紧 其实 只要赵叔追过来 他肯定不会跟他计较的 他爱的人是叶军博 他又不是不知道 可惜 他没有追来 欧阳玉只觉得一颗心被刺的千疮百孔 却是他自讨苦吃 此对头提醒过他的 从赵家出来的欧阳玉 去了酒吧 在酒吧喝得鸣顶大醉 也不通知保镖来接他 自己滴滴撞撞地走出酒吧 滴滴撞撞地走向他的车 由于喝醉了 他看东西都是重瘾的 走到一辆车前 他以为是他的车 摸了好久才摸出车钥匙 但就是开不了车所 破车 开不到车所 他一生气就踢了车子挤脚 放弃了开车回去 便踩着月色 滴滴撞撞地朝前走去 夜深人静 大街上已经很少行人了 连车流量都少了很多 他漫无目的 胡乱地走着 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何方 走累了 他跌倒在一条巷子里 干脆就躺在巷子里蒙周公去了 清晨 一场暴雨清洗了人间大地 也拉低了居高谷下的温度 总算让人们感受到了良意 叶君伯的生物中很准时 每天清晨六点半便会自然行转 睁开眼 低手看着怀里的娇人 房里的空调温度过低 昨晚踢了被子的木晴 本能地寻求温暖 便往叶君伯的怀里钻 娇人头怀送抱的 叶君伯自然不会把娇人往外推 搂住了他 这一搂便搂到天亮 在木晴的额上印下一吻 他小心地把木晴扶出他的怀抱 他才得意起身 你是谁 木晴呼地叫了一声 叶君伯猛地扭头 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呀 木晴还闭着眼睛 叶君伯是笑 原来他是做梦在问别人是谁 你别走 你是谁呀 木晴一声大叫 很着急的样子 两手乱挥 似是想抓住什么 紧接着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整个人自床上坐起来 呆愣呆愣地 秦秦 怎么了 做噩梦了 君伯坐回床檐边上 关心地问他 见他和尚竟然满是汗 忙出来纸巾 细心体贴地帮他擦着冒出来的冷汗 他到底做了什么恶说实词 吓成这般 秦秦 君伯哥 木晴回过神来 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 长须一口气 原来是做梦 把我吓一大跳 你梦到什么了 说起来也算不了的梦 就是梦很古怪 我梦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她老是追着我跑 嘴里叫着宝宝 说我是她的宝宝 我问她是谁 她又不说 我都24岁了 居然还被她当成一个婴儿 想抱我 在梦里 我见到她的时候 心里痛到发慌 很奇怪 我敢说 在现实生活里 我不曾见过她的 叶君伯听了她的解说 安慰着她 一场梦而已 不用想着她 惊伯 梦见很清晰的 像真事发生过一样 她长什么样 我都能看清楚 她瞧着像个疯子 可依着又光鲜 总之 就是很奇怪 叶君伯拥她入怀 笑道 难道是你的上辈子 木晴 我虽然写重生文 你以为真有重生呀 要是真有重生 那人人都可以死后重新来过 这场世间岂不大乱 小说都是虚构的 当不得真 她在小说里 把男主写得非常好 特别深情 只钟情于女主艺人 读者们都说 好男人只有小说里才有 她心里也明白 当不得真 所以 她从来不会幻想自己是灰姑娘 能嫁个王子 那就不用管她 谁都会做梦的 不把梦放在心上 对自己便没有丝毫的影响 金伯 你说 会不会是什么暗示 叶君伯反问她 暗示什么 那个女人把你当成她的宝宝 真要说成暗示 便是暗示你不是沐家的女儿 你信吗 沐晴约了约 说道 我是我妈亲生的 当初帮我妈接生的接生婆都还记得我 说我出生的时候 脚先来 让我妈遭了不少罪 那你还惦记着梦境做什么 沐晴 真是个古怪的梦 天色还早 再睡惠儿 醒来了 就睡不着 窝在她的怀里 沐晴觉得很舒服 很有安全感 也让她生出了贪恋之心 对 这才几天呀 她就对她生出了贪恋之心 想起昨晚临睡前看到的相册 沐晴抬头看她 她恰好也低头 夫妻俩四目相对 清晴 你这样看着我 我会想做点什么的 叶军伯的声音变得低呀 随即她就吻上了她的红唇 沐晴尝试着想推开她 推不开后 便放弃了 她吻得很温柔 带着边琴的味道 沐晴抵挡不住她的诱惑 本能地搂上她的脖子 试探性地回应她 然后 捅了黄蜂窝 她发狠一般把她摁回床上 一番云语后 沐晴脸吼耳赤 想把身边的男人踹下床去 不用她踹 叶军伯就走开了 她进了浴室 放了满满一浴缸的水 然后出来把她抱进去 十几分钟后 沐晴神情勇懒地躺在床上 叶军伯已经换上了运动服 清晴 真的不和我一起去晨跑 我腿软 跑不了 叶军伯笑 深深地看着她片刻 温生说道 那你好好休息 我晨跑后回来陪你用早餐 沐晴愣着 沐送她出去 真是不公平 明明出力的人是她 力的人却是她 她还能神采奕奕地晨跑 她就只想躺在床上梦周公 昏昏欲试的沐晴 又想起了古怪的梦 想着想着 沐晴就没有了睡意 既然睡不着 她干脆就起来了 床头柜上放着一套干净的新衣服 是叶军伯出去之前 帮她准备好的 放在床头柜上 她伸手就能拿到 连走路都可以省掉 夏天的时候 沐晴喜欢穿短袖T恤 搭配黑色的气氛裤 叶军伯给她准备的衣服 就是按照她的喜欢准备的 沐晴下床 抱着那套衣服 走向她房里的衣帽间 推开衣帽间的阁门 看到里面的衣服 竟然有一半都是女性的 全都是新的 上衣清一色的T恤 裤子 清一色的气氛裤 分明就是她的喜好 她 什么时候准备了这么多衣服 给她换洗 背着她 她到底又做了多少的准备 看着衣帽间里面的新衣服 沐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任谁知道自己被一个优秀的男人 深深地爱了十年 都无法做到心静如水 花了几分钟时间换衣服及喜沙 沐晴顶着素颜下楼 大少奶奶 早安 管一在楼下忙着 把早餐摆放在餐桌上 见到沐晴下楼 她笑眯眯地打招呼 并且走过来 关切地问 大少奶奶昨晚睡得可安 大少爷对大少奶奶是情根深种 大少奶奶却不是 管一看得出来的 大少奶奶现在很被动 也很无措 管一 早 沐晴回忆微笑 大少爷在外面晨跑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了 大少奶奶要是饿了 先吃吧 管一一边说着一边带领沐晴走进餐厅里 厨房里准备的早餐很丰富 我等着君伯回来再吃 沐晴说了句 自己一个人吃得不香 管一每眼都是笑 也行 大少奶奶要不要到处参观参观 大少爷的书房就很不错 大少奶奶可以去参观参观的 她不知道她家大少爷已经拿出了相册 无声地告白沐晴 还想指引着沐晴去书房发现相册呢 沐晴不笨 管一特意提及书房 她便知道管一是早就知道叶君伯对她的感情 这个时候 叶君伯晨跑回来了 她手里捧着一束五颜六色的花树 大少爷 管一恭敬地叫了一声 叶君伯恩着 人跟着走过来 她把那树花递到沐晴的面前 眼含情 嘴含笑 灼灼地看着沐晴 说道 我们家后院种了很多花 我瞧着花开得漂亮 就摘了些 绑成了一树 送给你 晴晴 鲜花配家人 管一赶紧溜 不想在这里当地灯跑 大少爷也会说出鲜花配家人这样的话来 果真是 有情 情话都不需要学 自然会说 以往 大少爷话少 冷冽 那都是因为面对的不是他心爱的人 木晴接过了花树 大部分都是玫瑰花 就是颜色不一样 好漂亮的花 见他收下并露出喜欢的样子 叶君伯心情愉悦 你若喜欢 我天天给你摘 摘了 就没有花好赏 那 我天天给你买一树花 家里种着的各种花 就留着给你闲实欣赏 木晴能说什么 自然只能点点头 见叶君伯额上有着汗珠 他放下了花树 在餐桌上拿起一包餐巾纸打开 抽出几张餐巾纸 上前两步就帮叶君伯擦拭着额上的汗珠 他这个动作让叶君伯笑容更盛 眼睛都笑弯了 却又不敢乱动 怕紧扰了他帮他擦汗 他抵他高 为了方便他帮他擦汗 他又微蹲下身子 这样他就不用仰头了 明着流 按着偷桥的管椅 看着这一幕 小声的自言自语 好甜蜜啊 他这个过来人都被甜到了 瞧 他们家大少爷笑得嘴都裂了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少爷笑得如此灿烂的 大少奶奶不过是给他擦擦汗 他就乐不可知 要是大少奶奶对他做出更体贴的事 他是不是乐得连自己信什么都忘记 君伯哥 你先坐上几分钟再上楼洗个澡 不要刚运动回来就洗澡 那样冷热加工容易感冒 我吃完早餐再洗 叶君伯舍不得走开啊 他就穿着运动服在餐桌前坐下 清情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你尝尝 味道是否对 在他的体贴之下 木琴只能不停地吃 叶君伯看着他吃 他自己不怎么吃 见他吃得香 他就觉得自己也饱了 君伯哥 我给你饶了补汤 趁热 他是谁 陌生的女婴自屋门口响起 接着灌进来 然后 木琴便看到一个年约20岁的陌生女孩 她手上端着一个托盘 托盘上放着一只碗 大概就是女孩嘴里说的补汤吧 见到木琴时 她几乎是渐步而来 把托盘往桌子上移放 质问着木琴 你是谁 和君伯哥什么关系 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正向秘密地偷看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甜甜秘密的管衣 一看到那个女孩子 安自低调 奶奶不长眼的 放她进来 大少爷都有了大少奶奶 怎么还能放沈小姐进来 沈宝珠不等木琴回答她 就赶紧在君伯的身边坐下 亲热地向晚上君伯的手臂 被君伯避开了 君伯哥 他是谁嘛 穿得土里土气的 像个乡霸老一样 也配坐在这里与你同桌而食 叶君伯的脸色难看至极 管衣 请沈小姐出去 沈宝珠马上委屈地叫喊 君伯哥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只是想让你喝点补汤 管衣说你最近很忙 我也有几天没看到你回来 肯定是忙得没时间回家 心疼你 起了个大早给你熬补汤的 君伯哥 这个女人是谁 你告诉我吗 身为叶君伯的正式妇人 木琴看着这一幕 竟然没有生气 还饶有兴趣地看着 君伯哥的爱慕者 年纪比她还小 都不知道成年了没有 叶君伯桃花真旺 一个赵树都够让木琴头痛的了 现在又多出一个沈小姐 不过 以叶君伯的优秀来说 要是没有十个八个追求者 木琴都觉得不正常 沈小姐 来了 我们出去说话 管衣迅速上前 抓住沈宝珠的手腕 拖着沈宝珠就走 喂 你到底是谁 我不管你是谁 君伯哥是我的 不准你抢我的君伯哥 沈宝珠年轻气盛 她看上了叶君伯后 不管叶君伯对她态度如何 她都把叶君伯当成是她的男人 管衣干脆捂住了沈宝珠的嘴巴 把她连拖带抱 带出了主屋 沈宝珠倒是挣扎得厉害 却不抵管衣的粗手臂 粗掌 被管衣的肥厚的巴掌一吾嘴 沈宝珠就只能发出吾吾 木琴 叶君伯着急地想向木琴解释 见她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叶君伯有点恼火 她是她的男人 是她的丈夫 看到有人纠缠于她 她不指望她这个当妻子的帮她解决 可她也别一副看戏的样子呀 叶君伯颇受打击 转念一想 木琴对她还没有爱意 她就别奢望木琴吃醋了 君伯哥 沈小姐叫了真甜 真酥 我听着 骨头都能酥软 三爽 木琴呵呵地笑 这话 怎么听着 都有点酸液 她拉过托盘 搬起了那碗补汤 一手拿着汤勺搅动着碗里的汤水 然后喝了一口 嘖嘖有声 味道真好 看来 沈小姐在淘汤这方面是下足了功夫的 否则熬不出这么好喝的汤 木琴 叶君伯长臂一身 就抢走了那碗汤 把汤瓦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碗里的汤水溅出了不少 叶君伯魂不在意 他积极且气地解释 秦秦 我和沈宝珠是清清白白的 他是我们家的邻居 沈家的千金 比我小了九岁呢 我怎么可能老牛吃嫩草 不 我喜欢吃你这颗嫩草 秦秦 你不喜欢听到别人叫我君伯哥 我就不让别人再叫我君伯哥 相信我 我对沈宝珠无意 就像我对赵叔一样 哪怕我和他是打小相识 也算是一起长大的 但我对赵叔真的没有爱意 沐晴看着他着急的样子 扑痴地笑了 叶君伯嘴角抽了抽 他急坏了 怕死他误会 他竟然笑了 人家比你小了九岁 叫你哥很正常 不过是一个称呼 我没小气到不许别人称呼你做哥 沐晴一边笑着一边起身 把叶君伯按坐下 好了 我不会误会你的 就是 你的桃花着实太旺 不过也正常 你要是没有烂桃花 我还得担心你行不行呢 我行不行你最清楚 沐晴脸一红 撑他两眼 咱俩说正是呢 叶君伯握住他一边手 仔细端详他的神色 见他的确没有误会他 是相信他和沈宝珠清白的 他松了口气 等会儿就叫管一过去告诉沈家人 以后 未经他的同意 不允许沈宝珠再踏进他家大门半步 还想好好的当邻居的 沈家就要看好沈宝珠 他如今是有家有事的已婚男人 荆伯 既然你不打算与我离婚 那咱们好好聊聊 你老实告诉我 我到底有多少情敌 让我心里有个数 免得像刚刚那样 突然杀出一个长咬金 慕名地就把我当成了第三者 花十年的时间来爱他 等他长大 又扑了不少的路 坑得他自动跳进他的圈套里 这样的一个深情的男人 教沐晴如何能不珍惜 不心动 既然打算好好的跟他过日子 那他就要弄清楚自己有多少情敌 总得防一防吗 我除了你 没有其他女人 你没有情敌 不是和你有感情纠纷的 才是我情敌 只要爱慕你的 都是我情敌 叶军伯黑着脸说道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 太多了 数不清 木晴 真是桃花朵朵开呀 叶军伯一脸黑线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却说沈宝珠 被管一的肥掌捂住嘴 拖出了主屋 又被拖出别墅 直到出了别墅 管一才松开他的肥掌 沈宝珠扶住墙壁 不停地喘着促气 闷死他了 管一再不放手 他真能死在管一的肥掌之下 好一会儿 沈宝珠调整好气息 才觉得自己满血复活了 管一 你该减肥了 你太胖 那手掌的肉厚厚的 捂住人家的嘴鼻 都不需要迷魂 要就能把别人捂晕 沈宝珠抱怨后 又问 管一 你告诉我 刚才那个香巴佬是谁 他怎么能和军伯哥 坐在一起吃早餐 我都还没有在军伯哥 身边带上过两分钟的呢 由于两栋别墅是挨着的 很自然就成了邻居 沈宝珠在数年前 初见叶军伯的时候 就被他迷住 那时候 沈宝珠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 他努力长大 就盼着满二十岁后 可以嫁给军伯哥 军伯哥是他的 谁敢抢他的军伯哥 他跟谁拼命 沈小姐 那不是你能问的 你回去吧 以后不要再过来了 我们大少爷不喜欢你 管一没有道出 母亲的真实身份 大少爷是把大少奶奶带回来了 但老宅那边还不知道 管一现在也摸不准 大少爷打算怎么做 是继续隐婚 还是官宣 告诉所有人 他已婚 他的太太是母亲 不确定的事情 管一不会回答沈宝珠 管一 你就告诉我妈 他是谁 能和军伯哥一起吃饭 对军伯哥来说肯定很重要 是不是军伯哥 那的青梅回来了 叶军伯有个青梅的事 而是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 不 是整个阿世的人都知道 大少爷的青梅 沈小姐 你别想套话我 我不上你的当 你赶紧回家去吧 我们大少爷不喜欢吃你这样的嫩草 管一说着 转身往回走 就要关上别墅的大门 他要找出来 刚才是谁放沈宝珠进门的 不知道大少爷有多讨厌 这些纠缠他的女人吗 管一 管一 沈宝珠扑上来 想阻止管一关门 他娇生惯养 哪有力气与管一抗衡 别墅大门最终被管一关上 并上了锁 管一 沈宝珠气得直跺脚 那个就是军伯哥的青梅是吧 我记住他了 他都滚了十年 咋又滚回来了 不行 军伯哥是我的 沈宝珠自我猜测 把沐勤往叶军伯青梅的位置上推去 好吧 在叶军伯的心里 他的青梅只有一个 便是沐勤 其他 都是闲杂人 管一匆匆往回走 生怕大少奶奶会误会大少爷 他得替大少爷解释解释 等他回到屋里的时候 看到小夫妻俩正在收拾餐桌 管一吓了一大跳 大少爷虽说不会像别人那样依来身手 饭来张口 因为军家培养儿孙的时候 首个要求就是要有生活自理能力 在儿孙达到一定年龄后 就会把孩子们送到他们家的一个私人岛屿上 然后 撤走岛上所有人 把一个岛交给孩子们 让他们自力更生 所以军家男儿走出社会 什么风浪都扑不到他们 但在管一的眼里 大少爷是天之骄子 由于工作太忙 是很少会动手做点家务式的 他在心里安骂其他庸人没有眼力 竟然让大少爷夫妻俩收拾餐桌 一边快步走过来 先一步抢走沐晴收拾好的碗碗碟碟 对沐晴说道 大少奶奶 这种事 让我来 你和大少爷吃饱就行 沐晴本能地道 管一 我会做的 我在家里也会帮我妈做家务事 在租房里 他也是自己照顾自己 习惯性让他吃完就收拾 叶军博宠着他 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 只要不累着他就行 再说了 小夫妻俩一起动手收拾 让叶军博尝到了 普通夫妻间的那种 平淡却又甜蜜的味道 管一朝自家大少爷是眼色 脸上挂着笑容 对沐晴说道 大少奶奶 你看大少爷还没有换衣服呢 快到上班时间了 你陪大少爷上楼 帮大少爷挑选一套衣服 让他换上吧 大少爷在选衣服上 有选择性困难 让他自己选 他选到晚上都不知道 该穿哪一套的 叶军博获得看向管一 他什么时候选择性困难了 管一又朝他时眼色 恰好沐晴也看过来了 叶军博俊脸带着囧色 不好意思地对沐晴说道 秦秦 你别听管一乱说 我其实就是 顶多挑到下午就能挑出来的 管一不说 沐晴真想不到叶军博 在挑衣服上会有选择性困难 他想起第一次 陪叶军博参加酒会时 他给他送来了几套礼服 不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 才帮他选好的礼服 那 管一 麻烦你了 沐晴也知道在妇人家里 庸人分工是很明细的 他这个大少奶奶要是 抢了庸人的工作 哼 会带给庸人很大的心理压力 怕失去工作呗 他顺时把舒适餐桌的事情 还给了管一 对叶军博说道 军博哥 我陪你上楼挑衣服吧 叶军博恩了一声 走过来 伸手就打放在他的肩上 揽着他转身走出餐厅 趁沐晴不注意时 他扭头朝管一竖了个大拇指 这个月 给管一的奖金翻倍 真是个神助攻 管一看到小夫妻上楼了 长须一口气 幸好 大少奶奶没有因为 沈小姐的突然出现 和大少爷闹矛盾 否则沈小姐 就算是九命怪猫也活不成 大少爷可是花了十年 等待大少奶奶长大成人 好不容易采取到大少奶奶 谁敢破坏小夫妻俩的感情 别说大少爷了 他管一第一个就不放过 回到房里 沐晴去衣帽间 帮叶军博拿了一套衣服过来 把衣服递给他时 他问 那天你帮我选的晚礼服 花了多长时间 不是我自己选的 我拜托我朋友 按照你的身材帮你选好 我带回来的 叶军博说的倒是大实话 在挑衣服这件事上 他是不如陆凤婷的 陆凤婷可是大服装设计师 能根据每个人的身材 外貌 皮肤 气质 给大家选最适合的衣服 沐晴哦了一生 原来如此 他还真的是选择性困难 你的衣帽间里 除了西装外套 便是衬衫 颜色几乎一个样 还有什么好选择的 他的西装全是黑色 山寸要么是白色 要么是浅蓝色 白色更多一点 看来他是喜欢黑白配 家常便服也都一样 黑色和白色 显少有第三种颜色 要是颜色多点 我更难选 就这样我都天天不知道 自己该穿那一套 撒了一个谎 就要用更多的谎言来源回来 叶军博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沐晴约了约 他说的倒是大实话 见他当着自己的面 就脱下运动服 沐晴脸红 说他 你怎么不禁于是罹患 我还在这里呢 清晴 你今年24岁了 沐晴看着他 他是24岁了 咋地 不是小孩子 看我脱衣服 正好看看我的身材好不好 不要老想着八光欧养育 让他游击 那似的身材绝对没有我好 沐晴 好伴赏 他失笑 我昨天就那么说了一句 你还放在心上了呀 他轻过身来 灼热的气息吹到他的脸上 听到他低声说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放在心上 晴晴 你记住 再而是 你老公最帅 你老公的身材最好 想看帅哥 你就看你老公 沐晴受不了他灼热气息的挑逗 赶紧推开他些许 一张翘脸烧得通红的 他娇撑着 君伯哥 你能正经点儿吗 要不是亲身经历 我都不敢相信此刻在我面前的人是你 那个证人君子的君伯哥哪去了 还给他呀 叶君伯站直身子 眉眼都是笑 在外面 总要戴上面具做人 回到家里 在我老婆面前 我自然是刘璐本性 难不成你还想让我戴个面具面对你 君伯哥 不愧是大集团的大总裁 口才了得 我甘拜下风 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了 上班要迟到了 沐晴说完 故意调皮地在他身上某处轻拧一下 不等他反应过来 他转身就跑 情情 叶君伯被他一招反聊 聊得火起 动作神速 在他跑出房门之前把他逮入怀里 然后就是一番唇蛇纠缠 只吻了沐晴气喘吁吁 他才松开它 他一边穿上衣服 一边看着靠住墙壁 一副无力样子的沐晴 眼神着赤又带着点点笑意 沐晴 妖孽 他竟然生出错觉 觉得叶君伯就是妖 专门迷惑他的妖孽 快要把他那颗平静很久的心缭乱了 一条领带递至他的面前 沐晴毛懂 伸手接过了领带 就帮他系着领带 嘴上说道 幸好我哥有时候会让我帮他系一下领带 否则我都不会系领带 文言 叶君伯眼神沉了沉 脸上的表情带上了点严肃 向沐晴提出要求 情情 以后你只能替我系领带 那是我哥 你吃什么肥醋 是你哥 我也吃醋 将来咱们有了孩子 你对孩子逼我好 我一样会吃醋 我就想让你时刻把我放在心里头的第一位 沐晴 我能说实话吗 叶君伯一副邪耳恭听的样子 现在在我心里 我家人是排在首位的 我家里有父母 爷爷奶奶 哥哥 就是五个人了 你排在第七位 某少脸都黑了 我怎么就成了第七位 哪怕我排在你家人后面 也该是第六位的 第六位是谁 抢他叶君伯的位置 报上名来 他保证整的对方 马上从他老婆的心里滚出来 一个位置也不占 杨夕啊 杨夕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闺蜜 又是合伙人 某少 幸好是个女的 情情 君伯两手一包 包住了他帮他系领带的双手 他的手指修长又柔软 他包住了就舍不得放手 拉高些 凑到他的唇边 他黑眸灼灼地注视着他 灼热的唇半轻轻地 亲在他的手背上 沐晴浑身颤了颤 这个男人很会聊他 君伯哥 叫我老公 我们是夫妻 合法的夫妻 我喜欢听你叫我老公 拉 秦秦 叫两声老公让我听听 沐晴用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不再让他往他手背上 糊口水 他还发现一般 往他衣服上擦了擦手背 嘴上故意嫌弃地道 把我手背上都糊满了口水 君伯低笑 就喜欢看着他害羞又装着没事人的样子 很可爱 刚刚你想说什么 沐晴问他 我想说的是 你能不能把我和杨夕调个位置 我们认识的时间更长一点吧 他的家人排在他的前面 现在他认了 毕竟他才把他算进他的世界里 时间太短了 他都还没有爱上他呢 就想把他的家人挤在后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他失去的不和他的家人比 就和杨夕比 认识你11年有什么用 我连你是什么身份都不知道 君国余色 他知道 他一直隐瞒身份 是他的错 他怕呀 怕早早就说出身份 他会远离他的 连穆志远都不可能和他一起结伴回家 穆家人 都是很老实的人 不喜欢攀高枝 只喜欢靠着自己的努力往上爬 你上午几点上班的 正常情况下是上午8点10分之前到公司 有事的话 可以晚一点 甚至不回公司也没事 丰臣集团成立几十年了 管理团队很成熟 都是公司的老臣子 就算我当个甩手掌柜 丰臣集团也能正常运转 丰臣集团设计的行业很多 各大行业的管理者都是他的弟弟们 也有一些是他的亲信 有他们在 他偶尔是可以当当甩手掌柜的 只是 他当甩手掌柜 弟弟们就会叫苦连天 然后一个个来找他哭诉 现在7点多了 你再不出门 上班要迟到了 从他这里回公司 虽说不算很远 但上班高峰期 容易堵车 孤儿要提出前门 易军博 我还以为你关心我忙不忙 累不累呢 原来是怕我迟到呀 你们这些大集团的老总 分分毛秒都是很珍贵的吧 珍惜你赚钱的时间 木晴拉着他出门 易军博放任他拉着他走 他今天的工作是繁重 要开几场重要的会议 还要见两位重要的客户 谈谈合作上的事 原本他这几天要飞国外的 舍不得他 他才把那几件事交给了军家二少军历番 军历番是他二叔的大儿子 仅比军博小了两个月 两个是同一年的 当年 老太太一年内就添了两位孙子 乐疯了 清晴 我先送你回租房 叶军博反手握住木晴的手 与他食指紧扣着一起下楼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 我的店不用那么早开门 我安排车子送你 木晴想了想 答应了 不想拒绝他的好意 免得他为了送他而上班迟到 大少爷 管一见到小夫妻俩下楼来 迎上前 看看木晴 痴疑着要不要说 叶军博黑眸沉沉地 板着军脸 严肃地道 管一 晴晴和我是夫妻 夫妻一提 以后在我面前说事 不用防着晴晴 大少爷 沈小姐还在门口守着 军博冷声说道 守着就守着 他那么喜欢当守门口 就让他守到底老天荒 天气热 等太阳升那老高时 他就不信沈宝珠还能守下去 木晴片头看着身边的男人 有了对比 他算是明白了 他的温柔指给他 对别人 他很冷漠 连赵叔这的藏金的青梅 他都冷漠一对 叶军博反复强调过 赵叔不是他的青梅 木晴还是习惯性地 把他们当成藏金的青梅竹马 一男一女打小就相识 又是一起长大的 直到他19岁时 赵叔出国 说他们俩是青梅竹马 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木晴好奇的是 赵叔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叶军博那样反感他 抵死不承认 他是他的青梅 青青 我们走 叶军博拉着木晴就走 同时又吩咐着管仪 管仪 多备一辆车 青青和我一起出去了 再让青青坐另一辆车走 现在沈宝珠守在 他的别墅大门口 他不放心让木晴一个人走 怕他心软 会被沈宝珠拦住 他的车 沈宝珠想拦也不敢拦 那个花痴不是 没有拦过他的车 他心狠 没有刹车 直接撞过去 吓得沈宝珠花容失色 最终自己躲闪避开了 否则被军博那样一撞 沈宝珠不死也惨 此时 沈宝珠再也不敢去 拦叶军博的车 大少爷 我马上安排 管仪连忙打电话 给另一名司机陆叔 通知陆叔待命 夫妻俩走出主屋的时候 叶军博的专车司机黄叔 和负责宋木晴 回租房的陆叔 已经等着了 木晴看到叶军博的 要坐的那辆车 正是他和他领证那天 他开的那辆价值 几百万的奔驰 那天他还说 是从朋友那里 买来的二手车 装逼用的 说什么新车都不算贵 呵 撒谎也能撒得脸不红 气不喘的 他佩服他 几百万一样的车子 对于叶军博来说 是不算贵 以他的身份 车价至少也该是劳斯莱斯 木晴没有问他车价的问题 他敢说 他的车库里 绝对有劳斯莱斯的 可能是他想低调点吧 别墅的大门是屡空式的 沈宝珠站在门口 便能看到里面的情景 他亲眼看到叶军博 身是一般 替那个女人拉开了车门 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 军博哥还扶了他一把 这般体贴的军博哥 沈宝珠是没有见过的 他喜欢军博哥 喜欢了那么多年 连待在他身边 一分钟都不行 那个女人凭什么 能得到军博哥的温柔体贴 就因为他是军博哥的青梅 沈宝珠嫉妒地看着这一切 车子驶出别墅的时候 沈宝珠忍不住追着车子跑 一边跑一边 拍着沈宝珠坐着的那边车窗 赵叔 你下车 我有话跟你说 赵叔 你都滚了十年 为什么还要回来 赵叔 我告诉你 军博哥是我的 我不会放手的 咱们公平竞争 你别太嘚瑟 咱们露死水手 还是个未知数呢 黄叔加大了油门 车速加快 很快就把沈宝珠甩出老远 沈宝珠很想叫黄叔停一下车的 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 不管他有没有爱上叶军博 都是他的妻子了 就该有妻子的样 不能心疼情敌的苦追 身边的男人一直绷着脸 整个人身上散发出来冷冽的气息 活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盐外一般 冷得让人发抖 沐晴呼的庆幸 庆幸自己是他看重的人 要是他的敌人 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换一种说法 就是他其实是很幸福 也很幸运的 叶军博瞄准他 挠了十年 花上十年的时间等待他长大 等待着机会 让他心甘情愿地走进他的世界 至于跳进坑里爬不出来 就怪不得他了 谁叫他太天真 以为认识十一年 是老熟人了 吧 往事不堪回想 沐晴只要一想起 当初自己花五千元一个月做他的事 就想戳自己双眼 眼瞎嘛 沈小姐对你挺痴情的 就是 他把我当成你的青梅了 叶军博黑着脸 花枝一样 赵叔不是我的青梅 等着 他会把沈氏收购 再把沈家别墅都买过来 让沈宝珠没有机会当他的邻居 也掉出千金小姐之脸 看沈宝珠还如何纠缠于他 以往 叶军博也不耐烦沈宝珠 底下的人大都会帮他挡住沈宝珠 轻易不让沈宝珠打扰到他 他就懒得出手整治沈宝珠 现在他有了木情 沈宝珠的纠缠对他影响就大了 不能再放任不管 沈宝珠大概做梦都想不到 有一天 他沈家的公司被收购 是他爱母一个男人惹的祸 每个人都有爱人的自由 他并没有错 木情说着 一手撑在他的肩膀上 另一只手摸上他的脸 笑道 谁叫你长得如此好看 你要是个女人 绝对是倾国倾城 迷死人不偿命 军国侧脸看他 眉眼一弯 韩笑说道 看来我老婆对我的容貌很满意 木情再摸了两回 便缩回了手 往后靠在车椅背上 你变脸如同翻书 前一刻还像个阎王似的 下一刻又笑容温须得如同春风一般暖化 吹动了他的心弧 军国笑着握住他的手 不管我如何变脸 对你 都不变得 司机专注地开着车 一声不敢吭 牡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他们还以为大少爷不会说话 结果大少爷的情话说得溜急了 黄叔敢说 不出三个月 大少奶奶就会把一颗方心奉上给大少爷 出了别墅区 木情从军伯的车上下车 坐上了陆叔开着的那辆车 小夫妻俩短暂地分道 军伯前往丰臣集团 木情则是回他的租房 现在还早 他回到租房还可以写上四五千字更新 杨夕推门 觉得门外有什么东西顶着门 他推起来有点费劲 用了点力 总算把门推开 他走出来 想看看是什么东西挡着了他家门口 一个人 杨躺在他家门口 睡得像猪一样成 好大的酒味 是个醉鬼 不知道什么时候躺在他家门口的 爷 这个人瞧着有点眼熟 他一身西装服 还细着领带 要不是躺在地上太丢脸 就是个成功人士 杨夕想了好一会儿 想起来了 这不是昨天带人去找木情麻烦的 那个什么欧阳总吗 杨夕认出了地上的罪鬼身份 欧阳玉带着人去找木情麻烦时 叶军伯恰好在 有他在 杨夕便没有上前帮木情干架 但他记住了欧阳玉的样子 也一系听到了欧阳玉的身份 而是有五大集团 其中封城集团长期居于龙头之位 赐予封城集团的是一凯集团 一凯集团便是欧阳家的家族公司 杨夕的表哥恰好就在一凯集团上班 故而他知道一凯的当家总裁便是欧阳家的大少爷欧阳玉 喂 起来了 杨夕用脚踢着欧阳玉 管他是什么总 针对木情的 就是坏总 他是木情的好闺蜜 针对木情的就是他杨夕的敌人 对敌人不必温柔 欧阳玉被杨夕踢了几脚 痛醒 睁开眼看到一个陌生的女孩子 正居高临下地瞪着她 哪怕她醒来了 她依旧踢了她一脚 该死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她 不对 她醒来怎么会看到这个女人的 该不会是她喝醉后 被这个丫头捡回来 睡了吧 想到这一点 欧阳玉不顾刚醒来的头痛愚裂 猛地坐起来 发现自己一山整齐 并不是躺在床上 而是地上 看样子还是别人家门口 她心头一松 人又往后躺 重新躺回了地上 宿醉太难受了 此刻 她的头痛的就像要爆炸一样 让她不管场地如何 先躺下再说 喂 你怎么又躺下了 赶紧起来走开 这是我家门口 你知不知道你躺在这里堵着我家大门口了 杨夕没想到欧阳玉又躺回地上 愣了一下后 又是一脚踢去 再次挨了杨夕一脚的欧阳玉脑了 不给杨夕缩回脚的机会 捉住了杨夕踢她的那只脚 一拉 杨夕站立不稳 就跌坐在地上 臀部的痛 痛得杨夕只呲牙 这个坏总 她另一只脚再次往欧阳玉身上招呼去 一边踢着一边骂道 我踢你个坏总 你他娘的才是坏总 欧阳玉头痛得很 脾气也不好 杨夕又不管不顾地踢她 更骂她坏总 她也不客气 三两下就把杨夕放倒在地上 杨夕只觉得天地在变换位置 眼冒金星 后脑勺好痛 好一会儿 她才拉回神魂 不敢再对着坏总万踢 而是往旁边滚出两米远 才爬起来 一边拍着自己身上的灰尘 一边瞪着那个坏总 我头痛 你最好别招惹我 我躺一会儿 自会离开 欧阳玉冷冷地道 并从裤夺里磨出手机和钱包 她从钱包里抽出所有现金 把现金往阳西的方向洒去 冷冷地道 这些钱是租你家门口这点地方的 之后 她打电话给自己的保镖 吩咐保镖帮她戴上换洗的衣服 赶来接她走 但她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便问杨夕 这是哪里 阿世 我知道是阿世 我是问你详细地址 干嘛要告诉你 你是朱雅 不会发个定位 欧阳玉被杨夕气得头更痛了 她这么聪明的人 不过是因为情伤醉了一回 呵 醉得有点厉害 刚醒来 头还晕晕的 也痛 她的智商一时间还没有回到线上 而已 杨夕捡起那些钱 问着欧阳玉 你到底起不起来 我妈一会儿要出门买菜 看到你躺在这里 会以为是死人 把我妈吓到了 你负责骂 我妈有轻微心脏病的 不惊吓 欧阳玉发了定位给标后 瞟了一眼杨夕捡起的钱 那眼神 那神情 很明显的了 她交了场地费用的 这个丫头收了她的钱 还要赶她走 太黑心 她经商的 所谓的无间不商 呵 欧阳玉承认自己有奸商前置的 跟这个陌生的丫头一比 还是她黑心呀 至少 她收了人家的钱 不会当场就烦脸 杨夕通过她的神色 知道她是不打算起来的了 她也不催她 转身就往回走 欧阳玉 认输了 头好痛呀 重新闭上眼 欧阳玉一边用手揉着饭痛的太阳穴 一边后悔喝了那么多的酒 赵叔带给她的情伤太深 她实在忍不住 才会喝下那么多酒的 最过后 醒来 对赵叔的那份情依旧填满她的心房 她不甘心呀 她哪一点不如叶军博 十年前 赵叔爬叶军博的床失败 十年后 还是不死心 要卷土重来 而她等了十年 默默付出了十年 到头来 还是她用来帮她追叶军博的工具 欧阳玉越想越生气 越生气越头痛 蒙 又开了 杨夕捧着一盆水出来 欧阳玉见状 顿生不妙 她想迅速地爬起来 可惜刚醒来的她 由于宿醉的原因 动作慢了很多 都未来得及爬起 就被杨夕一盆水当头泼下来 妈呀 好冷 让她整个人如同坠入了冰窖一般 透过的汗 原本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欧阳玉 被杨夕一盆水当头泼下时 彻底清醒过来 她整个人弹跳而起 一边抹着脸上的水珠 一边叫起来 该死的 你那是什么水 真她娘的冷 简直像冰水 杨夕哈哈地笑 起来了吧 欧阳玉怒视她 这是冷水 我放了冰袋在盆里 等水变成了冰水 我再端出来淋你 哈哈 哈哈 过瘾吧 欧阳玉 抱上你的名来 老子记住你了 老子 年纪清新的 也好意思自称老子 等你头发全白 脸全皱了再来自称老子吧 我干嘛要告诉你 我的名字 你不知道一个男人问一个女人方名时 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吗 像这样的坏总 我可不想被人误会我和你有什么呢 欧阳玉被杨夕的话气得想吐血 见过无耻的人 没有见过像这个丫头这般无耻的 你不说 我也能查出来 你的祖宗十八代 我都能查出来 等着 我会让你后悔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的 欧阳玉上前 狠替一脚杨家的大门 杨夕脸色微变 她忘了 她此刻就在自家门口 欧阳玉是什么人 她真要报复 她的家人一个都跑不掉 杨夕后悔了 后悔自己太冲动 哎呦 欧阳玉痛呼出声 接着便抱着一边脚跳起来 杨夕 酒鬼欧阳总还挺幼稚的 她家大门是不锈钢的 她那样狠狠一脚 脚不痛才怪呢 活该 痛死她 见杨夕憋笑 憋得难受的样子 欧阳玉赶紧放下了脚 黑着脸说道 你要是报上名来 我不动你的家人 你一人做是一人当 谁知道你个坏总说话算话不 欧阳玉的脸黑了又黑 她忍不住低吼 不准再骂我坏总 欧阳总还是个好总不成 你知道我是谁 杨夕眨白眼 你以为我随随便便 就会淋人家一盆冰水 这是你欧阳总才有的待遇 欧阳玉 好伴上 她哥狠狠地道 既然知道我是谁 就该知道我欧阳玉一言九鼎 可我听说欧阳总是个 奸诈一闲小人 专门针对着叶总 欧阳玉一脸黑线 你是叶军国的爱慕者 不是 叶总那样的人 我完转不了 不敢爱 杨夕可没有母亲那样的打量 不了解 就敢租来当老公 还傻傻地和叶总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正义领 就是合法夫妻 赶紧报上名来 也没空和你唧唧歪歪的 杨夕默了默后 问她 我说了 你真的不动我家人一根头发 如果你违反诺言呢 欧阳玉黑着脸说道 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 还不相信我 杨夕呵呵两声 就是知道你的身份才不想你 像你这种有权有势有钱的人 想反悔那是一而反掌 女人 你现在没有资本可以和我谈条件 你说与不说 我都能查出来 你的家就在这里 我想动你的家人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杨夕一押 欧阳玉说的还真是事实 我 我叫杨夕 杨夕把自己的方名说了出来 杨夕 欧阳玉觉得这名字有点熟悉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但她对这个女人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的 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我见过你 欧阳玉皱眉 我不记得和你见过面 欧阳总是高高在上的大总裁 我等是小人物 就算见过面 欧阳总也记不住我的样子 欧阳玉想说她记性力特别好 见过一面的人 她就能记住 瞪了瞪杨夕后 她又懒得解释了 你对我怀有敌意 我得罪过你 别看欧阳玉现在头痛欲裂的 智商还在线的 她能感受得到杨夕对她的敌意 早就认出她的身份 都还敢这样对她 不是对她有敌意是什么 杨夕不吭声 欧阳玉还想再问 呼地打了两个喷嚏 杨夕淋她一身的冰水 她又是刚醉酒醒来 被她这样一淋 不就觉得冷了 她抖了抖 看杨夕的眼神像要杀了她一样 杨夕缩了缩 却又硬气地说道 我叫过你起来 你硬是要赖在我家门口 我只好用冰水把你叫起来 你该感激我 要不是我一盘冰水淋到你身上 你现在还不清不清的 欧阳玉气笑了 感激你 你把我淋了一身 我要是因此感冒 有你好受的 见过不要脸的人 没见过像你这般不要脸的 生的也算漂亮 年纪又清新的 如此的厚颜无耻 黑的能说成白的 杨夕小声嘀咕 你要是感冒了 大不我送你几盒感冒药 欧阳玉 当她买不起感冒药似的 赶紧地进去帮我拿套衣服来给我换了 欧阳玉命令着 忍不住又抖了抖 接着再次打了两个喷嚏 她敢说她强健的体魄 要栽在杨夕的一盆冰水上了 她是不会主动打女人 除非女人对她胡搅蛮缠 她就会像刚才对杨夕那样还手 欧阳玉都是忍了又忍的 否则杨夕现在就是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她欧阳玉可是文武双全的 慕琴真以为她的那点力气就能把她制服 是她还不想和叶军博正面冲突罢了 你不是通知你的人过来接你了吗 我爸的衣服你也不合穿 估计你也不想穿 我爸是搞建筑的 衣服可没有你的这么干净 她爸其实是建筑小工头 接了工程给别人做的 杨夕是故意这样说 不想给欧阳玉拿衣服 就让她冷死 最好就中感冒 看她还笑账簿 欧阳玉 她不想再搭理这个女人 但她记住了她 等她离开此地后 再把她好好查一番 然后慢慢整治她 让她后悔她今天的所作所为 000 欧阳玉的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赵叔打来的 欧阳玉似乎在犹豫 不过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很快 她就接听了赵叔的来电 欧阳 你在哪里 赵叔开口就问 怎么了 欧阳声音低呀 刚问完赵叔 她马上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杨夕很想笑 她那盆冰水真有效 当然 她没有真的笑 她被欧阳玉杀人灭口 欧阳 你怎么了 感冒了 你现在哪里 我大早就去了你家 本想陪你用早餐的 去了你家后 管家阿姨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 你是不是在酒店 昨晚的事 赵叔知道自己弃着了欧阳玉 所以今天大清早就去了欧阳家 想着亲自下厨给欧阳玉准备早餐 哄一哄她的 她现在没有家人在身边 孤身一人回来是奋斗 需要一个强大的靠山 欧阳玉便是她的靠山 可不能真的把欧阳玉气狠了 谁知道欧阳家的管家说 他们大少爷昨晚没有回家 赵叔这才打电话给欧阳玉 我在外面 你 自己用早餐吧 赵叔昨晚说的话 做的事 都让欧阳玉很受伤 他是很爱赵叔 哪怕赵叔让他帮他追求叶军伯 为了能让他开心 他也帮他 但一直付出都得不到半点回报 欧阳玉也会失望 也会心寒的 他想 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总是把赵叔摆在第一位 要适当地冷落一下赵叔 说不定他冷落赵叔 赵叔会明白他对他的重要性 放弃叶军伯 答应和他一起呢 赵叔沉默了一下后 就用着歉意的口吻说道 欧阳 你在气我吗 我知道我 欧阳 对不起 别气了 好吗 他声音放得很柔很软 欧阳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爸妈 就属你对我最好 你的好 我都记在心上的 欧阳玉握着手机不说话 他知道他对他最好 可他却想嫁给叶军伯 他不知道他处处针对叶军伯 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骂 欧阳 你现在哪里吗 我过去找你 赵叔柔声说道 又撒娇式地说 欧阳 别生气了 好吗 我的欧阳最好的了 不用 你忙你的 不 我先挂电话了 欧阳玉说完就赶紧挂电话 生怕挂得晚了 自己就会被赵叔哄住 此刻 他是不想让赵叔过来找他的 因为 他狼狈万分 他希望在赵叔的眼里 他一直是那个俊美无双 又非常能干的欧阳玉 而不是此刻的浑身湿透 头痛的脸色都变了 还冷的发抖 濃打喷嚏 太毁他的英俊形象 他欧阳玉的仪式英明 都毁在杨西手里了 挂断赵叔电话的欧阳玉 抬头 眼神阴冷地盯着杨西 杨西被他这样盯着 心里发慌 又抢作镇定地说道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我知道我很漂亮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 但你这样看着我 我还是会害羞的 欧阳玉 他想吐了 杨西是小清新 看着很舒服 但他见过各种各样的美女 杨西这种小清新 还入不了他的眼 更何况他心里头 住着的人是赵叔 杨西连帮赵叔提携都不配 大少爷 七 欧阳家的保镖凭着定位 迅速地找过来了 他们小跑过来 看到自家大少爷狼狈的样子 吓得眼珠子差点滚落下来 大少爷 你没事吧 欧阳玉揉着自己饭痛的太阳穴 再次瞪了杨西两眼后 转身就走 保镖忙跟随 走了几步 欧阳玉停下来 扭头对杨西说道 信杨的 今日之事 以后再报 他特意咬中了报字 杨西抢作真定地回他一句 一人做是一人当 欧阳总要是个有种的 就只冲着我一人来 放心 我是个有种的 欧阳玉和叶军搏斗的时候 是因是狠 那是他过于嫉恨军搏 其实他本性并不算坏 杨西这样子对他 他会找杨西算账 却不会迁怒于杨家的其他人 保镖的车停在巷子外面 欧阳玉上了车后 吩咐保镖送他去阿世大酒店 他要泡个热水澡 保镖不知道大少爷 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浑身湿透 他们不敢问 欧阳玉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自己的总特助 等到对方接电话后 他吩咐 文人 帮我查一下杨西 是个大概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 我对她的名字有点耳熟 但我对她没有印象 文人在前往公司的路 她一边开着车 一边说道 老板 杨西不就是沐晴的好朋友 和沐晴合伙开了一家咖啡厅的 那家咖啡厅的店名叫隋缘 你不久前才让我帮你调查沐晴 连带地把沐晴身边的人也摸了个头 欧阳玉 原来是沐晴的好友 怪不得她对杨西这个名字有点眼熟 怪不得杨西认出她的身份后 还敢踢她 淋她一身的冰水 想必 是替沐晴出气吧 她带着人去找沐晴 是没有做出什么坏事来 当时她很嚣张的 大概就是她嚣张的样子被杨西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女人就把她当成了坏种 既然是沐晴的好友 那她真要好好的招呼一番了 与此同时的叶军博回到了军事集团 走进办公大厦的时候 恰好遇到她的总特助周涵 两个人便一起走 老板今天不起自行车上班了 周涵这句话明显带着调侃的意味 自行车在我老婆的租房那里 我是直接从家里出来 叶军博不介意周涵的调侃 下班后回去再骑自行车 带着我老婆去兜风 我得帮我老婆买几条长裙 兜风的时候 特别拉风 周涵老板 我觉得你在炫耀你有老婆了 孽他这个单身狗 叶军博逆了他一眼 那你还找孽 周涵与瑟 跟在两个人身后的几名职员 听着公司里最大的两位领导说话 他们都在偷偷地笑 叶军博和周涵都是乘坐总裁专用电梯的 两个人进了电梯 电梯门一关 就隔绝了职员们八卦的耳朵 叶军博拿出几张画递给周涵 周涵一边接过一边好奇地问 什么东西 图纸吗 叶军博不答 他自己展开了那几张画 看到是几个陌生人的肖像画 老板 你的单亲造诣真深 有时间画上几幅画 保证有很多人抢着买你的画作 要不 班的画展如何 帮我调查一下这几个人是什么身份 来自哪里 接近木琴的目的是什么 周涵黑魔闪烁 说话却没个正形 是不是看上总裁夫人了 跟你抢女人 不过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杀气 总裁夫人没有什么仇家吧 秦秦没有仇家 你也能看出他们的眼神充满杀气 老板把他们的画像画得像真人一样 我又不眼瞎 哪能看不出来 叶军博当即就掏出手机打电话 等对方接听电话后 他沉声吩咐 宁博 让宗七和宗九马上来见我 宁博是封城山庄的大管家 封城山庄所有的工人都由他管着 保镖们的调动 自然也是由宁博按照主人的吩咐来安排 好的 大少爷 宁博恭敬地应着 挂了电话后 电梯把两个人带上了办公大厦的顶楼 两个人又一起走出电梯 唐秘书早在电梯口等着 两个人一出来 唐秘书便跟上 边走着边向叶军博汇报工作上的事 叶军博边走边听边做出回应 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口 唐秘书停下来 他知道叶总和周总特助有事情要商量 总裁办公室的门关上后 周涵才说 老板 他们会不会是因为你才找总裁夫人的麻烦 叶军博在办公桌前坐下 深思地道 我也是这样怀疑的 你帮我查清楚一点 对他们也不用客气 狠狠教训一顿 让他们带话回去给他们后面的人 有种的就冲着我叶军博来 拿一个女人来开刀 算什么男人 周涵反复地看着那几个人的画像 说道 据我最近收到的情报来看 你和总裁夫人闪婚的事 并没有传开 针对咱们的人 也就是欧养育消息灵通一点 其他人应该还没有收到消息的 既然不知道你和夫人闪婚 又怎么可能拿夫人开刀 叶军博深思 周涵 你的意思是说这几人是冲着情情来的 可是沐晴不曾得罪过谁 沐家又是清白人家 在乡下住着 又能得罪谁 为沐晴惹来危险 老板 现在我们都不好定论 等调查过再说吧 就我目前收到的信息来看 他们不太可能是因为老板而拿夫人开刀 总裁夫人近十年的行踪都在老板的掌控之中 夫人真有仇家 老板第一个知道 周涵是知道叶军博已婚后 实在是太好奇 擅自调查了一番 才发现他的老板暗中盯着一个女孩子的行踪 一盯便是十年 可以说那个女孩子每天吃多少晚饭 他们老板都知道 如果不是自己亲手调查的 周涵都不敢相信 他们这个冷心冷情的老板 原来那般的深情 叶军博叮嘱地道 帮我好好地查 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 不管是谁想对我家情情出手 我绝不放过他们 老板吩咐的是 我定会好好的去干 就是 老板 你开口闭口你家情情 这话听在我的耳里 刺激着我这颗老圣男的心呀 逆了周涵两眼 叶军博失笑地道 我又没有干涉你的私生活 羡慕的话 你大可以找个好女孩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咱们公司里就不少美女喜欢你的 要不要我帮你牵红线 文言 周涵赶紧举白旗投降 算了吧 我可不想招惹烂桃花 有些桃花招惹了就甩不掉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在说我 老板要对号入座 我能有什么办法 老板得轻 我是说那个赵小姐回国了 想来是为了老板而回 老板还是早点解决她吧 免得对夫人不利 叶军博没了幕后 说道 秦秦不是软若可欺之人 我也不会时刻护着她 她嫁给我后 总要面对很多人和事 有些是得靠她自己 秦秦也不想让我 时刻护着她 她是个有主见的女人 周涵想到自家老板的身份 明白老板话里的深意 老板还有其他事情吗 没有的话 我先回去忙了 叶军博给自己 倒了一杯温开水喝了 对周涵说道 回什么回 去开会 周涵 是呢 今天上午就有两场重要的会议 他这个总裁总特助 可不能缺席 风尘山庄 一名保安拿着一封信 走向那个 还在练着太极拳的老太爷 老太爷每天清晨起来后 都会在院子里练上一伙的太极拳 每当他练太极拳的时候 老太太就在附近的小花园里 给花椒水 粗糙 其实就是陪着老头子 这对老夫妻 从结婚开始 就一直很嫩爱 到如今满头花发了 感情依旧 受夫妻俩的感染 军家的男儿都宠妻 保安站在一旁看着 不敢上前打断老太爷练拳 怎么了 老太太瞧见保安手里拿着信封 便放下花锄走过来 温和地问道 是老先生的信吗 是的 老太太看一眼老头子 对保安说道 把信交给我吧 你去忙 保安忙把信封双手奉上 等老太太接过了信封 保安后退了两步 才转身往回走 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 老太太拿着信封 走到附近的一处凉亭里 在凉亭下的石桌前坐下 信封的表面是用电脑 打印了几个字 再贴上去的 军老先生亲戚 老太太摸了摸信封 感觉信封里面是相片 他并没有拆开来看 这是给老头子的 得等老头子拆开看过后 他愿意给他看 他再看 几十年负气了 他们保持着给彼此自由的空间 尊重对方 相信对方 每两分钟 军老便走了进来 什么东西 他在老七的身边坐下 随意地问了句 我摸着像相片 你拆开来证实一下 我的猜测对不对 军老笑道 你的猜测向来八九铺离时 他拿起信封 看了一眼贴在信封上面的那行字 边拆着信封边对老七说道 老婆子 我敢说这是咱们哪位孙子的桃花宅 有人寄到我们这里来 想让我们出面做什么事 你是个孙子 有哪个孙子主动去折桃花的 最小的刚成年就不说了 最大的是军伯 隐婚 至今还没有把我孙喜福 带回来见家长 咱们又不是没见过 老太太耶了耶 说道 我们偷偷去看和他带回来见我们 意义不一样呀 偷偷去看 都不能告诉孙媳妇 我们是爷爷奶奶 他举都举了 你还怕他不把人带回家 等着吧 早晚的是 这相片 咱们孙媳妇的呀 这相片上的男人是谁 军老一边说着一边 把相片递给老七 还有一张小纸条呢 小纸条上面的字也是打印出来的 寄信的那个人 是怕军家人通过笔记找到他吧 目前是弃婴 小纸条上面的内容 军老看了小纸条后 醋梅 他们是知道孙媳妇不是沐家的亲生血脉 但这件事显少有人知道 怎么就泄露出去 还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 这相片上的男人 应该是沐晴的初恋男友吧 就是后来攀上高枝 抛弃了沐晴的那个 对于长孙隐婚的对象 老妇人是让人调查得清清楚楚的 周涵那里的人脉都不如老妇人的 僵尸老的辣骂 给你寄这些东西 用意是什么 脚趾头想都知道 无非就是想借着你来拆散沐青和军博 老太太说完把那些相片扔在石桌上 看老伴的眼神带着似笑非笑的 君老却气得半死 那个乌龟王八蛋敢利用我 我瞧这是个恶人是吧 真差儿孙婚姻的人是吧 若论咱们家谁最看重门护之见 你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老太太不客气地戳着老伴 君老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老脸也仗得通红 老太婆 我还陪你去看过孙媳妇的 你见我嫌弃她了吗 老太太笑 那是你调查发现 沐青是你长孙盯了十年的人 甚至你长孙的臭脾气像足了你 你怕自己说个不字 你的宝贝长孙就跟你闹 君老 说得好像君伯不是你长孙似的 我一向疼爱君伯 自是不会做出拆散他和沐青的事 君老又是哑口无言 哥 好吧 他心里面对沐青是不太满意的 沐家的门庭高攀不起君家 好在 沐家家是清白 家风好 家人有爱 这种家庭养出来的女儿 绝对是个好的 劈开门户之剑 取妻当取贤 这是君老教育儿孙的 你说 是哪个乌龟王八蛋利用我 君老转移话题 不想再被老妻调侃 你又不傻 还猜不出来 话说 你要不要唱一回黑脸 老太太眼底有着戏坎 也有着兴奋 君老只觉得头皮发麻 七 老妻又想整她了 她怎么就把这样一个整人金曲 回家宠了几十年 还与她儿孙满堂呀 我可以摸一下 我可以摸一下